大宋初年 宋徽宗刚刚坐上龙椅那会儿 东京汴梁是个繁华之都 难来北往做买做卖的客商 那是络绎不绝 就在这汴梁城外 有一家冯济杂货铺 这店掌柜呢 名叫冯润生 他和妻子刘氏结婚多年 直到四十多岁 才养育了一个女儿 换作月红 中年得女 那是真的不容易啊 所以老两口对这个宝贝女儿 视如珍宝 非常疼爱 岁月如梭 时光荏苒 一晃月红 长成了十六岁的大姑娘 不仅模样长得漂亮 而且聪明伶俐 诗词歌赋 琴棋书画样样都绝 俗话说 一家女百家求 逢掌柜家里 有位俊俏贤惠的闺女 这消息不静而走 前来提亲的媒婆 快要踏平冯家的门槛了 可是冯掌柜眼光高啊 一个也没有桥上 所以月红的婚事 就这样耽搁下来了 哪曾想转过年来 金兵大举入侵中原 把汴梁城围了个严严实实 这只要一打仗 最遭殃的就是老百姓 城外的百姓为了躲避战火 纷纷外逃 逢掌柜夫妇带着月红 也跟着大火往南边逃难 一家人走到一座古桥的时候 天已经擦黑了 就在这么个时候 突然从前方冲下来一队打前线溃败下来的宋军 别看宋军干不过金兵 但是对付老百姓 却是凶狠一场 见人就砍 见东西就抢 煞时逃难的百姓乱作一团 大人喊小孩哭你推我桑四散奔逃 月红一个眉流神 被人群挤到了河边 等他回过头再找爹娘 坏了 不见爹娘的身影 这下可把月红急坏了 摸着黑四处寻找 不知不觉走到了一座古墓旁边 此时的月红又累又饿 实在走不动了 就依靠着墓碑睡着了 四日天光 月红被一阵乌鸦的叫声惊醒 都说这乌鸦叫乃不祥之兆 他睁开眼一看 吓得直哆嗦 眼前的情景实在太惨了 到处是被官兵砍死的百姓死尸 缺了半边脑袋的 少了一条胳膊的 真是惨不忍睹 空气中弥漫着圣人的血腥味 月红不敢在此逗留 惊慌失措地往南边跑去了 月红走出了屋里 忽然路边出现一座房屋 月红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先进去讨口水喝 等他推开大门 却发现这是一座空宅 里面落满尘土 空无一物 月红走了一整天 是低迷未尽 再加上与父母失散 现在是又渴又饿 又惊又怕 别忘了月红只有十六岁 还是个孩子 现在落到如此绝境 忍不住坐在地上哭泣起来 哎 就这么个时候 达远处走来一个人 这人听到女孩的哭声 寻着声音就找了过来 月红抬头一看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村中的朗汉乔寺 这个乔寺平日里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 是个人人嫌弃的家伙 可现在月红流落到此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熟人 哪还管得了那么多 上前就问乔寺 有没有看到他的爹娘 乔寺一看月红落了单 心里面就起了坏心思 现在正愁没盘缠呢 这不是宋上门的生意吗 于是假意哄骗月红 哎呀 你的爹娘已经过河去了 现在正在四处寻你呢 他们托我回来带你过去 走吧 我这就带你去见你爹娘 月红毕竟年龄小 还不懂人心的险恶 竟然信以为真 想都没想 就跟乔寺走了 乔寺说道 我带你出门在外多有不便 我俩暂时就以妇女相称 这样也免去了诸多麻烦 月红听他说的有礼 也就答应了 乔寺带着月红过了江 但是后面战事正紧 金兵打过黄河后仍然不罢手 眼看就追到了江边 乔寺带着月红一路逃到了杭州 眼见这里太平无事 这才找了家客店住了下来 这时候 宋高宗赵构在杭州建都 杭州于是变成了临安城 市面上商谷云集 九四林立 热闹得很 乔寺一看机会来了 就向店主打听 有意将月红卖给妓院 不久之后 乔寺联系上西湖边上的怡红院 跟老宝说 他们妇女逃难到此 现在生活过不下去了 要将月红卖给老宝做养女 请老宝到客店见见月红 然后给个假 老宝随乔寺来到客店 一看月红生的是纯红齿白 鹅柳细腰 非常喜欢 当即开价五十两白银 乔寺一听这么高的价钱 乐得何不拢嘴 当即就答应了 她指着老宝骗月红说 这是她的远方姑妈王九娘 叫月红暂时到王九娘家里 借住一段时间 王九娘心善面合 一定拿她当亲闺女看待 月红听乔寺这么说 没有多想 也就答应了 随乔寺一起到了王九娘家中 乔寺拿了王九娘的银子 偷偷从后门溜走了 月红却还蒙在鼓里不知道 月红一连几天不见乔寺的人影 不免有些焦急 就问王九娘 乔寺去了哪里 王九娘并没有隐瞒 将乔寺已经将她卖给了怡红院的事情说了一遍 月红听罢如同五雷轰顶一般 只觉得天晕地转 又恨乔寺如此黑心 竟然算计与她 顿时感觉又委屈又伤心 失声痛哭 王九娘见状 立马好言劝慰月红 你现在无依无靠 暂且在此住下 我一定让你好吃好喝 你就放心吧 月红就这样 从此被迫留在了怡红院 改名叫做王月月 跟着王九娘学习吹弹歌舞 转眼间 月红就到了17岁的年纪 月发妩媚动人 娇艳美丽 临安城里这些个王孙公子都背了厚礼来找王九娘 只为能够一睹王月月的芳容 这下王九娘门前可就热闹了 天天车水马龙 人来人往 王月月的名声越来越大 人们都称赞王月月是花魁娘子 王九娘见钱眼开 几次想要王月月留客 王月月死活不从 说要见到亲生父母 只有他们点头同意了 她才肯留客 王九娘听了 心里很不痛快 但是又怕逼急了 闹出什么事端 所以只好游着她了 这天怡红院来了一位财大气粗的金财主 点名就要王月月 只要王月月愿意留客 无论花多少钱 都不在话下 王九娘是个势利眼 可不敢得罪这位金财主 于是向金财主献出了一条妙计 管宝叫她称心如意 金财主听的是眉飞色舞 立即重重打赏了王九娘 第二天就是八月十五 金财主请王月月到船上喝酒赏月 又找来几个帮贤的 早就设好了套 就等着王月月往里面钻 王月月不知道事迹 几人猜拳行令 喝酒直至夜深 王月月不胜酒力 不一会就被几人灌醉了 人是不行 等王月月醒来 一看金财主躺在身边 立马明白了一切 又羞又恼 伤心抹着眼泪 金财主还假惺惺过来劝慰 王月月悲愤交加 趴得给了金财主一记响亮的耳光 打得金财主眼冒金星 顿时脸上留下了五道印子 她自觉无趣 兴兴地走了 这时王九娘走了过来 见王月月抽抽大大 哭得非常伤心 就拍了拍王月月的肩头 连声赔罪 王月月只是哭泣 沉默不语 王月月回到怡红院 把自己关在房中 不吃不喝 一连好几天 谁也不见 谁来了也不开门 只是哭个不停 这下可把王九娘急坏了 王月月这要哭坏了身子 如何是好 突然想到 王月月和隔壁的刘妈妈 相处得不错 就请刘妈妈 帮忙去劝一下王月月 刘妈妈来到王月月房外叫门 王月月听出是刘妈妈的声音 就打开了房门 将刘妈妈请进了房中 刘妈妈挨着王月月坐下 一把握住她的手 说道 听说你这几天不肯见客 这让你们母女良意和为生 干这行的 都是前门迎心 后门送救 过一天算一天 王月月一听 疼得一下站了起来 眼眉倒数 大声说道 这种没修没躁的事 我做不来 刘妈妈笑了一声 说道 做不来 可由得了你 倘若你妈妈翻脸 一顿皮鞭伺候 还怕你不从 王月月听到这 立马跪倒在刘妈妈面前 哭诉道 倘若姨娘肯为我做主 帮我从良 我终身感恩不尽 若是要我迎心送救 我宁死不从 刘妈妈大笑 说道 傻孩子 从良 也得挑个知心知意 情投意合的 你这样关在房中 又怎么会知道 哪个该从 哪个不该从 王月月听了这话 终于破涕为笑 刘妈妈见王月月 心眼活动了 说道 我说的都是好话 依着我说的做 只怕你将来 还要感激我呢 说吧 刘妈妈转身离去 划分两头 各表一家 就在这临安城外 有个开邮店的杨老汉 这位杨老汉膝下五子 几年前收养了一个 从汴梁城里面 逃难出来的孤儿 名叫杨子轩 杨子轩这小伙 勤快能干 诚实本分 深得杨老汉喜欢 杨子轩帮着杨老汉 做邮店的生意 本来日子过得很平顺 但是杨老汉年老体衰 又有腰疼的老毛病 干不了重活 所以呢 就雇了个伙计 名叫马小后 这马小侯真不是个东西 奸诈狡猾 贪图钱财 自从进了杨老汉的邮店 就老想着从店里捞些外快 可是店里有杨子轩在 马小侯无从下手 他就经常在杨老汉面前 打小报告 说杨子轩的坏话 这一天 马小侯悄悄将店子里营收的银子藏起来 对杨老汉说 杨子轩在赌方里输了很多钱 柜台里的银子少了 肯定是他拿的 去还了赌债 杨老汉开始不信啊 杨子轩这孩子 我是了解的 断不会干出这种事来 但是架不住 马小侯老是在耳边吹风 日子久了 杨老汉心里也没主意了 这天杨老汉责骂了杨子轩几句 杨子轩知道是马小侯暗中捣鬼 但杨子轩是个实在人 不愿当着爹爹的面戳穿马小侯 所以只是暗气暗憋 莫不作声 过了一会儿 杨子轩对杨老汉说道 爹爹 最近店里生意清淡 不如就让马小侯手店 我挑油出去卖 每天卖油的钱 我都上交给您 没想到杨老汉一听这话 误解了杨子轩的意思 以为他真的偷了店里的银子 现在兜里有钱了 要自立门户 说道 毕竟不是亲生的 刘你有什么用呢 好 好 我给你三两银子 你自立门户去吧 杨子轩听杨老汉这么一说 马上挣住了 直到杨老汉曲解了他的话 正要解释几句 杨老汉掏出三两银子给了他 要他快速离去 杨子轩无言以对 接了银子 收拾行李铺盖 伤心地走了 杨子轩无处可去 就在新安桥下租了一间小屋 暂时安顿下来 接下来杨子轩犯愁了 这以后的生活咋办呢 自己除了卖油 啥都不会啊 手里本钱又少 最后无奈只得弄个挑子 挑着游到大街小巷游走贩卖 杨子轩待人和气 做生意又非常公道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 说起临安市场里卖油的杨子轩 老百姓没有一个不束大拇指的 这年开春 天气渐渐回暖 杨子轩听说 庆云寺要做九天九夜的道场 心里盘算着 不如去那里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多卖一些油 于是挑着担子去了庆云寺 你还别说 杨子轩这一趟没有白跑 不出一天就卖光了两担子的油 他高高兴兴挑着两个空担子回林安城 不知不觉就走到了西湖边 只见西湖岸边桃红柳绿 春色动人 但是杨子轩无心观赏这明媚的春色 或许是触景生情 不由地想起了自己孤苦的身世 就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 正当他一抬眼的时候 看见湖边有一处院落 金漆欲干 气派非凡 几个官家打扮的人走了出来 一位妙龄少女在后面相送 杨子轩一看 这位少女长得是面若桃花 姿色绝佳 不由地看入了神 这时候一位中年妇人走了出来 看到了杨子轩手中的油袋 就问道 卖油的 还有油吗 杨子轩如梦方醒 赶忙上前回话 哦 老妈妈 今日油已经卖完了 若是您要用 我明日送到府上 老妈妈一打听这是卖油的杨子轩 就说道 我家常常都要用油 你能常常来送吗 杨子轩回道 老妈妈放心 我一定按时送到 杨子轩离开后 就在宅子旁边的一家酒馆坐下了 叫了几样小菜 自珍自饮 独自喝起了闷酒 脑海中却时刻不忘那位少女的身影 就向酒宝打听 酒宝告诉她 隔壁这位姑娘叫王月月 她老家是东京汴梁的 逃难至此 现在是临安城里有名的花魁娘子 想要见她一面 至少得掏十两银子 若不是有权有势的主 谁花得起呢 听完酒宝的话 杨子轩长叹一声 原来沦落风尘的姑娘 竟然和自己是老乡 她沦落欢场 我卖油为生 有朝一日 若是能够和她促膝长谈交交心 说说知心话 该有多好啊 回到住处 杨子轩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做生意的 清清白白做人 只要一天积攒五分钱 不出两年 就能攒够十两银子 到那时就能够见上王姑娘一面 想到这 杨子轩打定主意 每天都雷打不动 积攒五分钱 时光飞逝 一晃一年多过去了 杨子轩已经积攒了一大包银子 她兴冲冲跑到银铺里面去撑了撑 不多不少 正好十两 这下可把杨子轩乐坏了 就将散碎银子换成了十两的一大钉银子 想到马上可以见到王姑娘 杨子轩心里砰砰直打鼓 四日清早 杨子轩收拾一心 打扮得清清爽爽 来到了怡红院 王九娘一看是杨子轩 就问道 你今天不做生意了 打扮得这么利索 要到哪去啊 杨子轩羞红了脸 回到 特来拜会妈妈 王九娘一听 心中明白了八九分 赶忙将她请进了屋里 王九娘问杨子轩 看上了她家哪一个丫鬟 杨子轩壮着胆子回到 想和王月月一起喝杯薄酒 王九娘一听 她要找王月月 脸立即垮了下来 你知道我家月月的身价吗 杨子轩赶紧掏出一大包银子 交给王九娘 说道 我知道 这一定银子十两重 足色足亮 请妈妈收好 王九娘一见银子 喜笑颜开 就将银子收了下来 可是她又怕杨子轩一时兴起 日后因为没了本钱而懊恼 就说道 你是做小买卖的 这些银子积来不容易 你可要想好啊 杨子轩回到 我主意已定 请妈妈放心 王九娘听罢 又皱起了眉头 虽说如此 还要看你的运气 一则看王姑娘肯不肯见你 二则看她有没有空 我看看呢 今天华公子请她游览西湖 明天吴大人请她到府上赴宴 她这几天都有约在身 你就不要来了 杨子轩听了有些失落 但还是再三恳求王九娘多费些心思 从中撮合 王九娘回到 一定尽力而为 临别时告诉杨子轩 你这身打扮不像上等客人 再来时需穿一身绸缎才行 杨子轩说 没问题 然后转身离去 过了几天 杨子轩穿着一身绸缎 又到了王家两次 王月月都被达官显贵接走了 王九娘要将十两银子还给杨子轩 杨子轩回到 多等些日子没有关系 哪怕等上一年 我也心甘情愿 就这样 从阳春三月一直等到熟九寒冬 杨子轩白跑了几十次 这天王九娘告诉她 今天王姑娘去太尉家赏雪 晚上一定回来 你就在她房中等她吧 说着就把杨子轩带到了王月月房中 很快天就黑下来了 仍然不见王姑娘回来 王九娘有些过意不去 就叫丫鬟端来几样小菜 陪她一起喝酒 转眼到了二更 王月月终于回来了 只见她喝得醉醺醺的 由一个丫鬟搀扶着走了进来 王九娘一见赶忙起身迎接 杨子轩也站了起来 王月月见房中灯烛辉煌 桌上菜品俱全 就问谁在这里喝酒 王九娘指了指杨子轩 说道 是杨小官人 她爱慕你多时了 也送过礼来 为娘的留她在此等候你多时 王月月看了杨子轩一眼 觉得面熟 但是又想不起来 皱起眉头 说道 我认识她的 不是有名望的子弟 接了她 岂不被人笑话 说着亮亮呛呛呛 就要往内房去歇息 王九娘赶忙拦住王月月 说道 这是在城里开绸缎庄的杨小官人 我们到她家店铺里买过布料 所以你觉得面熟 看在娘的面子上 就留她一夜吧 说着就将王月月推向杨子轩 王月月拗不过妈妈 只得坐到桌前 和杨子轩见过礼 却并不说话 自顾自喝起酒来 不一会儿喝得大醉 迷迷糊糊地倒在床上睡去了 王九娘赶忙向杨子轩致歉 惊个她喝多了 你千万不要见怪 说完转身离去了 王九娘走后 杨子轩见王月月面朝里睡得正熟 担心她受冷着凉 就将栏杆上放的一床棉被取下来 轻轻盖在王月月身上 杨子轩将灯烛亮 取来一壶热茶在桌边坐下 一边喝着热茶 一边看着熟睡的王姑娘 王月月睡到半夜 突然感到口干舌燥 就起身坐了起来 低着头 只是干呕 杨子轩一看 赶忙跑了过去 王月月要呕吐 杨子轩怕弄脏了被子 赶忙取来弹筒 一边扶住王月月 一手端着弹筒 让她呕吐 王月月呕吐完了 杨子轩又端来清水 请王姑娘漱口 又拿来一杯热茶 扶她喝下 王姑娘喝了热茶 顿时感觉舒服了好多 又转身睡下了 杨子轩转身将弹筒 拿出去清理干净 返回来一直守着王姑娘 做到天明 四日清晨 王姑娘一觉醒来 一看 有个年轻人坐在身边 越看越面熟 心中甚是感到惊奇 杨子轩自爆家门 便将自己的身世 和过往的经历 向王姑娘叙说了一遍 王姑娘这才想起来 半夜里有人为自己端茶送水 前后忙个不停 不禁非常感动 心里平静的水面 好像突然间投进了一粒石子 荡起阵阵连衣 杨子轩见天色大亮 这就起身告辞 王姑娘掏出二十两银子 交给杨子轩 让她作为本钱 此事万莫声张 说昨天夜里真是难为她了 让她一阵辛苦 杨子轩再三推辞 王姑娘哪里肯依 杨子轩实在推辞不过 只得收了银子 拜别王姑娘 转身离去 反回头再说杨老汉 自从赶走杨子轩之后 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很快就病倒了 马小猴趁着杨老汉重病在床 卷走了油店的钱 偷偷跑了 杨老汉发现 马小猴卷钱跑了 这才后悔当初 不该赶走了杨子轩 就托邻里街坊 四处打听杨子轩的下落 劝她回来 杨子轩听说杨老汉病了 立即收拾行李 马不停蹄赶回了油店 父子重逢 抱头痛哭 杨子轩将王姑娘 给她的银子 当作本钱 重新开启了油店 店里的生意刚刚有了好转 杨老汉的病情突然加重 说到底还是被马小猴那混蛋气的 结果一口气没上来 就在这天夜里咽气了 杨子轩忍住悲伤 安葬了杨老汉 安葬完杨老汉后 杨子轩还得打理油店的生意 可是自己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 就想招个伙计 就在这时 邻居胡又贵向她推荐了 林安城里的一位老汉 今年五十多岁 也是从便梁逃难出来的 日子过得非常艰苦 杨子轩一听是老乡 没有多想 立马就答应了 事情就这样巧 这位老伙计不是别人 正是王姑娘的父亲冯润生 你问冯掌柜怎么到了林安城呢 原来自从和女儿月红走散后 就和妻子刘氏一路逃难 一路寻找女儿 随着逃难的百姓流落到了林安城里 这冯掌柜原来开过杂货铺 这油店的生意做起来得心应手 杨子轩非常满意 冯掌柜索性将自己的妻子刘氏 也接到了店里 夫妇俩一起帮杨子轩打理油店的生意 这店里的生意是一天比一天红火 再说回王姑娘 自从那日与杨子轩分别后 虽说吃穿不愁 但是一想到自己的身世 又想起杨子轩的细心和体贴 却无缘在相会 禁不住时常独自挨上锤泪 这天王姑娘正在房中独坐 忽然王九娘走了进来 说临安城的吴公子点名要见他 王姑娘知道 这位吴公子是个作恶多端的扶浪子 仗着自己的父亲是太守 做尽坏事 就不愿见他 于是让王九娘去回他 就说自己身体不适 不方便见客 哪知这位吴公子一听火冒三炸 说王姑娘摆臭架子 带着几个家奴气势汹汹跑到王家 不由分说拖起王姑娘就往外走 家奴将王姑娘一直拖到了西湖的游船上 吴公子要他陪自己喝酒聊天 王姑娘又气又恼 哪有心情喝酒 只是啼哭不止 吴公子恼羞成怒 认为王姑娘扫了他的兴致 抬手就要打 王姑娘一时悲愤 当时就要投水自尽 被家奴拦住了 吴公子仍然不甘罢休 大骂不止 还怕你死了不成 你就算死了 也不过几两银子的事 有什么大不了的 吴公子独自喝了一顿酒 自觉非常无趣 就命令把船划到了永津门外 一个僻静的地方 将王姑娘的鞋袜脱了 将它扔在了岸边 这才得意洋洋洋长而去 王姑娘赤着脚 寸步难行 想到自己沦落欢场 才这般被人欺凌 越想越委屈 就跪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你说巧不巧 就在这么个时候 杨子轩刚刚给杨老汉祭奠完毕 回家路过这里 看到有一位姑娘蹲在地上哭泣 就好奇地走过来看看 这不看不打紧 一看竟然是王姑娘 王姑娘看见杨子轩 就像见到了亲人 一边抹着眼泪 一边把刚才的遭遇说了一遍 杨子轩听完 心里又气愤又悲伤 气得是吴公子欺人太甚 欺辱一个弱女子 天理何在 悲伤的是 王姑娘受了这么多的苦 自己却无能为力 杨子轩为王姑娘抹去眼泪 又好言劝慰了几句 再鼓来一顶轿子将她送回了家 王九娘自从看到王姑娘被吴公子抢走 一直坠坠不安 看到杨子轩将王姑娘送了回来 心里的石头这才落了地 千恩万谢感谢杨子轩 杨子轩不愿在此逗留 转身就要走 被王姑娘死死拉住 一定要留她吃杯薄酒 以表谢意 杨子轩推辞不过 只得点头答应了 九过三旬 王姑娘终于鼓足勇气 向杨子轩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那些公子哥都是逢场作戏 没有半点真心 只有你是赤诚君子 真心待我 是值得我托付终身之人 杨子轩早已对王姑娘爱慕许久 听王姑娘这么说 自是大喜过望 但是又担心自己财力不足 无法替她赎身 王姑娘劝慰她 不必忧虑 我为了从良 预先积累了一些钱财 存放在外 赎身的费用 不用你担心 杨子轩又问王姑娘 将来能不能过得灌清苦的生活 王姑娘坚定地回到 得到一个知心的夫君 就是死也愿意 粗茶淡饭 又算得了什么呢 杨子轩也被王姑娘的真情实义所感动 两人就此定下誓约 永相厮守 王姑娘随即从刘妈妈那里 取来自己积攒的金银珠宝 送给杨子轩 要她交给王九娘 为自己赎身 又赠送给刘妈妈十两银子 将自己从良仪式叙说了一遍 请她代为帮忙 刘妈妈得了银子 自是满口答应 此日 刘妈妈就找到了王九娘 先是吓唬吓唬她 说吴公子要加害王姑娘 不如早些放她走 省得担惊受怕 还可以得到一笔安家费 何乐而不为呢 王九娘虽然有些不舍 毕竟失去了王姑娘这棵摇钱树 往后倚靠谁呀 但是又忌惮吴公子的威名 只得点头同意了 第二天 杨子轩拿来一千两银子交给王九娘 刘妈妈当下请人写下字句交给王姑娘 王姑娘接过字句 高兴得心花怒放 苦苦煎熬这么多年 现在终于跳出火坑 重获自由了 王姑娘搬到了刘妈妈家中 则良辰即日 王姑娘和杨子轩身穿红服拜了天地 左邻右舍 纷纷前来祝贺 家中好不热闹 待杨子轩将王姑娘接回家中 冯掌柜一看 新娘竟然是自己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 是又惊又喜 冯掌柜夫妇抱住女儿是放声大哭 这能不哭吗 女儿失散了这么多年 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了呢 没有想到今天能够相见 多少年的心酸和委屈 多少年找寻的煎熬 思念的痛楚 全在这一刻释放了 带一家三口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冯掌柜就问月红 这些年怎么过来的 怎么认识杨子轩的 怎么和她成亲 月红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 原原本本讲述了一遍 逢掌柜听完 老泪纵横 抚摸着月红的头 哽咽着说道 孩子 你受苦了 这些年 让你受苦了 一家人又是一顿抽气 带回过神来 才想起 旁边还站着孤夜呢 杨子轩倒头变败 岳杖在上 请受女婿一败 逢掌柜赶忙将杨子轩扶起 好贤婿 请起来 没有你 我还找不到亲闺女呢 该是我谢你才对呀 一句话 把全家都逗乐了 这真是 美娇娘被人匡骗 沦落风尘 受尽屈辱苦尽甘来 跳出火坑 欲真心人 卖油郎 她是本分行善举 终于得到福报 帮助一家团员 报得美人归 宁海县城外有个小山村 村子不大 一条小河在村边静静地流淌 俗话说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村里的老百姓大多以打鱼为生 村里有个年轻的后生 名叫庄浩天 庄浩天的爹爹走得早 是母亲寒心如苦将她拉扯大的 如今庄浩天长成了一个二十四五 年轻力壮的棒小伙 练得一身的好本领 尤其水性特好 在水中畅游如履平地一般 来去自如 这天一大早 庄浩天划着小船出去打鱼 投几网撒下去 捞上来的尽是一些水草杂物 一条鱼也没有打上来 庄浩天不免有些失望 正当庄浩天垂头丧气的时候 突然不远处的江面上 传来女子的呼救声 救命啊 救命啊 呼救的声音不大 断断续续 但庄浩天听得却是很清楚 她起身一看 不由地大吃一惊 只见河面中央 两个女子抱着一根枯木 在水中浮浮沉沉 顺着河水急速向下游飘去 坏了 再往下就是险滩了 那里水流湍急 布满了暗礁 这两个女子 如果再往下漂流 可就危险了 庄浩天急忙拿出一条长长的绳索 一头紧紧地 拴在渔船船舷边上 一头握在手中 庄浩天奋力将船 划到女子身边 大声喊道 姑娘 莫要惊慌 我来救你们了 说吧 一个猛子跳进河里 庄浩天将绳索紧紧捆在他们的腰间 而后推着他们向渔船靠拢 这时候水流越来越急 庄浩天几次想要把他们推上船 都被湍急的河水给打回来了 逆流而上 本就困难重重 现在还要救两位姑娘 就更加艰险了 好几次庄浩天险些被巨浪打进河里 索性他水性好 才逃过一劫 庄浩天一想 这样不行 不但救不了他们 还得搭上自己的性命 于是放开两位姑娘 自己先奋力游到了船边 一个翻身上了船 而后拉动绳索 慢慢将两位姑娘拉到了船边 当两位姑娘离着船边不太远的时候 庄浩天一把抓住了一位年纪稍大姑娘的手 大声说道 抓紧了 千万别撒手 或许是想活命的欲望 唤醒了这位姑娘求生的本能 他紧紧地抓住了庄浩天的手 庄浩天拼尽全力将她拉到了船上 而后又把另外一位姑娘救了上来 两位姑娘被救上来 浑身湿漉漉的 动得直打站 庄浩天也是累得气喘吁吁 他一看两位姑娘动得瑟瑟发抖 赶紧把船往回滑 船刚刚靠岸 庄浩天就赶紧带着两位姑娘回了家 庄母一看 庄浩天带着两位浑身湿淋淋的陌生女子回家 顿时惊愕不已 问道 浩天哪 这是咋的了 这两位姑娘是谁呀 母亲你就不要多问了 快拿干净衣裳给她们换上吧 哎 好好好 庄母一边答应着 一边对两位姑娘说道 你们随我来吧 说爸将她们带到了礼屋换衣裳 等庄母为她们换好了衣裳出来 庄浩天这会儿已经在屋里升起了炭火 煮好了一锅热气腾腾的姜汤 见两位姑娘出来 庄浩天咬了两碗姜汤递了过去 说道 二位 你们喝碗姜汤暖暖身子吧 两位姑娘接过姜汤 连忙道谢 谢谢大哥 一碗姜汤下肚 再加上炭火的取暖 她们这才感觉舒服了许多 庄母这时候问道 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其中那位年纪稍大的女子回道 大娘 我叫妙山 这个是我的妹妹 名叫凌云 今天早上 我们在河边洗衣上 妹妹凌云脚下一滑 不小心掉进了河里 我急忙伸手去救她 结果也被拽进了河里 我俩都不会游泳 接连呛了几口水 正当我们感到绝望和恐惧的时候 幸运地抓到了一节浮沫 这才顺江而下 被冲到了这里 河水冰冷刺骨 我俩渐渐体力不支 多亏这位好心的大哥相救 要不然 今天我俩真的就小命难保了 说到这里 妙山感激地对庄浩天说道 大哥 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对了 还没有请教 你的尊姓大名呢 庄浩天憨憨一笑 回道 这没什么 你不必如此客气 叫我庄大哥就可以了 哦 原来是庄大哥 妙山赶紧拽了拽身旁的妹妹 说道 凌云 还不快谢过庄大哥 凌云调皮地眨眨眼睛 对着庄浩天笑了笑 说道 谢谢庄大哥 庄浩天看着眼前两位貌美如花的女子 不知道是屋里炭火烧得太旺 还是太过害羞 瞬间脸就红了 庄母看到儿子脸红 没好气地说道 你都二十大级了 怎么见了姑娘就脸红 母亲这一说 庄浩天愈发觉得不好意思了 庄母对妙山说道 妙山姑娘 你看天色也不早了 要不要我儿送你们回去啊 免得你们爹娘担心 妙山回道 多谢大娘想得周到 我们家里就我们姐妹两人了 爹娘早就过世了 我家住在刘家坝 什么 刘家坝 庄浩天和母亲一听到刘家坝三个字 瞬间都惊呆了 好家伙 刘家坝距离这里有几十里之遥 你们居然被冲了这么远 还能够活下来 堪称是奇迹啊 庄母说道 妙山姑娘 如果不嫌我家简陋 就在我家先住一晚 等明天天明 再叫我儿送你们回去 妙山回道 大娘 你留我们住下 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 怎么会嫌弃呢 那好 浩天啊 你去给两位姑娘收拾房间 大娘 还是让我们和庄大哥一起去收拾房间吧 也好给她打个下手 说吧 妙山带着凌云 跟着庄浩天去了西厢房 第二天一大早 庄浩天刚刚起床 正准备送庄山姐妹回家 忽然传老大来了 急匆匆说道 浩天啊 今天要收大网 快 跟我走 庄浩天听吧 为难地看看妙山 那意思 是我今天不能送你了 妙山立马心领神会 说道 庄大哥 你放心去吧 我们回去也是两个人 不如在这里多住几天 陪大娘说说话 哎 那太好了 庄浩天听吧 欣喜不已 赶紧跟着传老大走了 庄浩天走后 妙山和凌云就忙碌开了 将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又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请庄母一起吃 这些年 都是庄浩天和母亲相依为命 庄浩天出去打鱼 一去就是一整天 庄母一个人在家 也没有做饭的心思了 常常都是随便对付一餐了事 当庄母看到家里被打扫得一尘不染 再看着桌上的美味佳肴 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庄母就问道 妙山啊 你今年多大了 可曾许配人家呀 妙山回道 大娘 我今年二十一了 还没有说婆家呢 你不是在唬我吧 像你这么漂亮能干的姑娘 只怕上门说亲的 要踏破你家门槛啊 大娘 我说的是真的 现在家里就我们姐妹两人 我肯定不能贴下妹妹不管 当那些媒婆听说 我要带着妹妹出嫁 掉头就走了 所以我至今也没有说亲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如果我家浩天能够娶到 你这么能干的姑娘 该有多好啊 大娘 庄大哥心地善良 又那么有本事 只怕我配不上她呢 妙山啊 你是不知道 我家浩天就是太抹不开 见到姑娘 说不上几句话就脸红 这样哪能讨到媳妇啊 只要姑娘你愿意 晚上浩天回来 我就问问她 她要是敢看不上你 我第一个就饶不了她 大娘啊 这感情的事 讲求的是 你请我愿 强扭得瓜不甜 大娘的心情我理解 但是千万不要为难庄大哥 妙山啊 这个我懂 我就担心我家浩天 明明看上你了 却不敢说出来 只是闷在心里 她要是个闷葫芦 别人不问 她也不敢说 真是看了叫人着急 晚上庄浩天回到家 吃把晚饭 正要回房歇息 忽然母亲叫住了她 说道 浩天啊 你先别走 我有话要问你 哦 母亲 你有什么话只管说 浩天啊 你看你已经二十五岁了 村里和你一般大的青年 孩子都满地爬了 你也该成家了 母亲 不是我不想成家 我家的这个情况 你也看到了 哪家的女子 愿意嫁到我家呢 浩天啊 你看妙山姑娘怎么样 是否中你的意 母亲 你这不是乱弹琴吗 妙山姑娘长得那么漂亮 她怎么会看得上我呢 傻小子 你咋就那么不自信呢 你还没有问 怎么就那么肯定 她看不上你 我今天问过妙山了 听她的意思 对你还是蛮重义的 不过她有一个条件 就是出嫁要带着妹妹 我看这不算是个事 就问你答应不答应 庄浩天听吧 欣喜若狂 想不到这种好事 竟然落到自己头上了 她当即点头 如同鸡灼米 说道 我当然同意了 庄母大喜过望 回道 妥了 剩下的事情 就交给我来办吧 第二天一大早 庄母就兴冲冲 把妙山叫到了自己的房间 说道 妙山啊 我已经问过我儿子了 她愿意娶你 这边就等你的回话了 大娘 那你跟庄大哥说了吗 我出嫁是要带着妹妹的 放心吧 这件事 我已经跟浩天商量过了 你带着妹妹嫁过来 没问题 灵狱也有这么大了 也能够帮我们做不少事情 我挺喜欢这个孩子的 如果是这样 我当然没有意见了 庄大哥勤快能干 心肠好 又救过我们姐妹的命 我能够嫁给庄大哥 那是我修来的福分啊 好好 妙山啊 那么亲事就这么说定了 则良辰即日 我就给你们完婚 听到这里 妙山的脸上 立刻飞起了两朵红云 妙山要带着妹妹嫁到庄家的消息 很快就在小山村传开了 有人羡慕不已 说庄浩天艳福不浅 一曲就是一对姐妹花 也有人心里酸溜溜的 说庄浩天的祖坟冒清烟了 像她那样的闷葫芦 一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 竟然娶了这么漂亮的一个老婆 总之说 什么的都有 庄浩天现在才不管那些闲言碎语呢 到了结婚这天 欢欢喜喜和妙山拜天地入洞房 当起了令人羡慕的新郎官 自从妙山嫁到庄家后 庄浩天的生活就大不一样了 庄浩天和庄浩天恩爱有加 对婆婆庄母非常孝顺 每天庄浩天出去打鱼 庄浩天就在家里洗衣做饭 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庄浩天打鱼回来 妙山就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了桌 庄浩天终于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甜蜜 出去干活也更加有干劲了 岁月如梭 光阴四溅 日子过得飞快 一晃庄浩天和妙山结婚三年了 庄母期盼妙山早点为庄家生个孩子 延续庄家的香火 可是妙山的肚子始终是干瘪的 一点动静也没有 庄母有些坐不住了 就带妙山到娘娘庙烧香祈愿 这香火钱是没有少给 但还是毫无效果 庄母仍然不死心 就拉着妙山到医馆 请郎中给她号脉 郎中轻轻按住妙山的手腕 仔细号脉 只见郎中的脸色逐渐阴沉了下来 眉头紧锁 庄母看到郎中这幅模样 可是吓坏了 急忙问道 大夫 我儿媳的情况究竟如何 郎中正色道 老夫看了这么多病人 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奇怪的脉象 我也是无能为力 你们赶紧走吧 庄母带着妙山 失望地离开了医馆 经过这一番折腾 妙山也感到身心俱疲 这天晚上 妙山对庄浩天说道 相公 我们结婚这么久 我也没能为你生下一男伴女 我真是对不起你 庄浩天回道 哎 娘子何必为此自责呢 生不生孩子 也不是你能够左右的 你就不要多想了 相公 要不你就那一房小妾吧 也好为你们庄家传宗接代 延续香火 娘子 谢谢你为我着想 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人 就算你不能生孩子 我也一样喜欢你 相公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你看凌允现在 也长大成人了 要不你就 将她收作小妾吧 这样她今后 不仅有了依靠 也好为你们庄家 延续香火 娘子 你怎么能够 说出这样的话呢 凌允是你的妹妹 我们应该为她 找个好人家嫁了 好了 娘子 你不必多说了 这件事 我绝不会答应的 妙山见庄浩天态度坚决 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好倒头睡了 过了几个月之后 这天庄浩天打外面回来 刚刚到家 妙山就笑盈盈地迎了上来 把她拉到了房中 庄浩天进屋一看 只见桌上摆了一桌丰盛的韭菜 她当即就是一愣 娘子 你真是何意 妙山玩耳一笑 回道 相公 这些天你做工辛苦了 这是我特意犒劳你的 说爸为庄浩天 争了一杯酒 说道 相公 这是我特地进城买的好酒 请你满饮此杯 庄浩天本来不会喝酒 但是架不住 妙山的一番劝酒 不一会就喝得满脸通红 感觉头重脚轻 晕晕乎乎的 妙山将她扶到了床上休息 庄浩天刚刚躺下就睡着了 她睡得正香 忽然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在梦里 她来到了一处风景绝佳的水潭边 只见这里百花绽放 蝴蝶飞舞 景色宜人 庄浩天正看得入迷 忽然水潭里面传来花花的流水声 她上前一看 灯时大惊 只见凌允赤身裸体 正在水中洗澡 她那白皙光滑 风雨柔软的身体 一览无余地展现在庄浩天面前 庄浩天惊骇不已 赶紧低下了头 转身就要走 忽然被凌允一把拉住了 她焦滴滴地说道 你来都来了 就不要走吗 天气这么热 你也下来洗洗吧 庄浩天脚下一滑 就被凌允拉进了深潭 和凌允一阵激情缠绵 正当他们玩得正欢的时候 忽然一道白光闪过 庄浩天浑身打了个机灵 煞时间就惊醒了 庄浩天猛然醒来 这才发觉自己满头的大汗 汗水早已浸湿了衣衫 戴侧身一看 顿时吓得真魂出窍 只见凌允赤条条 躺在她的身边 庄浩天尴尬不已 急忙问道 你 你怎么睡在这里 凌允一脸娇羞地说道 这本来就是我的房间 你自己做了什么 还不知道吗 怎么还来问我 真是明知故问啊 啊 庄浩天听罢 大吃一惊 她仔细观桥 这果然是凌允的卧房 庄浩天匆匆忙忙 穿好了衣裳 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这会儿 妙山面朝里被朝外 睡得正香 庄浩天就好像一个 做错事的孩子 面红耳赤地低着头 偷偷摸摸地爬上了床 身怕惊醒了妙山 庄浩天刚刚上床 妙山忽然转过身来 伸了个懒腰 迷腻呼呼地问道 相公 你去哪里了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庄浩天下的魂 都要掉出来了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只得结结巴巴说道 我 我哪也没去 忽然感觉口渴 到厨房喝水去了 妙山也没有多问 一转身又睡下了 庄浩天这才长长地 输了一口气 庄浩天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哪晓得过了一个多月 凌云突然有了妊娠反应 每天都是呕吐不止 喜食酸甜的果子 庄浩天虽然没有当过父亲 但也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 凌云肯定是怀孕了 正当她惊慌失措 不知道该怎么跟妙山说这件事的时候 妙山却主动找到了她 把她叫到了屋里 庄浩天进屋后 头埋得滴滴的 大气也不敢出 妙山说道 相公 你先坐下 我有话对你说 庄浩天哆哆嗦嗦摸到了桌边 战战兢兢坐下了 娘子 你 你找我有事 相公 有件事我隐瞒了你很久 一直没有告诉你 今天是该跟你说了 娘子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相公 我说出来 你不要害怕 希望你有个心理准备 说到这 妙山紧紧地盯着庄浩天的眼睛 妙山这么一说 庄浩天愈发感到紧张了 但还是强装镇定 娘子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我能够承受得住 那好 相公 你听清楚了 我不是凡人 我乃是在深山修炼的 一只玉兔精 啊 庄浩天虽然有所准备 但还是被吓得不轻 差点从凳子上跌落下来 妙山连忙安慰他 相公 你不必害怕 我虽然是玉兔精 但我不会害你的 庄浩天听到这里 才稍稍安心 问道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 你既然是玉兔精 为什么要来到我家 和我成亲 妙山微微一笑 回道 相公 你莫要心慌 待我慢慢续说详情 他这才续说了一段陈年往事 那是很多年之前了 妙山在大山里面修炼 有一天出来觅食的时候 不小心遇到了一体灰狼 被灰狼紧紧追赶 眼看就要命丧狼口了 就在这危急关头 一位猎户射出一只利剑 一剑射死了灰狼 就下了妙山 妙山对于猎户的救命之恩 自然是感激不尽 这位猎户不是别人 正是灵允的父亲 妙山原以为好人有好报 拿小的有一天突发雷电 一道闪电披着了灵允家的房子 眨眼之间 他家的木屋就着火了 熊熊烈焰将灵允一家三口 困在了屋里 灵允的父母情急之下 将棉被用水浸湿了 包裹在灵允身上 而后夫妇两人压在了灵允身上 这才保住了他的性命 可怜的是灵允的爹娘被活活烧死了 那一年灵允只有五岁 妙山得知恩公惨死 留下了一个孤苦无依的孩子 于是决定报答恩公 这才幻化成人形 就说是灵允的姐姐 将灵允抚养成人 那天灵允和妙山洗衣裳的时候 不慎落水 被庄浩天拼尽全力救下 妙山觉得庄浩天心地善良 勤劳朴实 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这才留在了他的身边 妙山身为玉兔精 当然不能和凡人生孩子 他之所以要庄浩天 娶灵允为妾 就是要为灵允寻找一个倚靠 听到这里 庄浩天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他不仅没有感到害怕 反而越来越欣赏这个有情有义的玉兔精了 庄浩天忽然想到了什么 于是问道 娘子 为什么你现在要告诉我这些呢 妙山微微一笑 回道 相公 现在灵允已经怀上了你的孩子 你应该给他一个名分了 我也是时候离开了 啊 娘子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灵允怀的是我的孩子 相公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这一切都是我有意安排的 那晚给你喝的酒里 我已经下了春药 想不到你一击即中 这么快就让灵允怀上了 庄浩天听到这里 真是哭笑不得 自己原以为妙山不知道 那晚发生的事情 没想到竟然是他一手安排的 原来最傻的那个人 竟是自己 庄浩天还想说什么 但是已经无话可说了 妙山笑着说道 相公 现在我已经为灵允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 我也就没有任何牵挂了 总算是报答了恩公的救命之恩 我也该回深山继续修炼了 要不然 毁了这百年的道行 实在是太可惜了 娘子 你临走之前 要不要跟灵允做个道别 免得她挂念你 我看不用了 灵允是个心软的女子 我要跟她道别 反而惹得她伤心 我看我还是这样静悄悄地离开 是最好的安排 那么她问起你来 我该怎么说呢 你就说我不能生孩子 已经独自离开了 你告诉灵允 让她和你好好过日子 我也就无牵无挂了 说吧 妙杉摘下了手腕上的手镯 递给庄浩天说道 你把这个交给灵允 她就会明白一切的 庄浩天刚刚接过手镯 忽然眼前一道金光闪过 在抬头看时 妙杉早已经消失得 无影无踪了 她什么时候走的 又是怎么走的 庄浩天是一点都没有觉察到 转过年 灵允就为庄浩天 生下了一对漂亮的龙凤胎 庄浩天出为人妇 那是高兴的何不龙嘴 庄母抱着心爱的孙子 脸上更是笑成了一朵花 后来传老大见庄浩天精明能干 就提拔她做了一个小小的头目 没过几年 庄浩天召集了一帮兄弟 自己也当起了传老大 她的生意越做越大 赚的钱也越来越多 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是红红火火 其乐融融 元太县城有位马园外 说起马园外的发家史 倒有几分传奇色彩 马园外是苦孩子出生 十五六岁的时候 爹娘就过世了 后来被一位好心的杂货店老板 收作了店里的伙计 才总算有了安身之地 她跟着杂货店老板 学了不少做生意的门道 后来长大成人后 就另起炉灶 自己学着做一些小生意 靠着多年的打拼 一点一点积攒 生意滚雪求是得越做越大 最终买房子置地 成了县城小有名气的大园外 因为年轻的时候 光忙着做生意了 所以马园外年近四十才结婚 娶的是邻村的一位姑娘 小两口结婚后 又过了好几年 才盼来了一个儿子 马园外中年得子 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 给儿子取名叫做马志远 希望他长大后 有一番远大的志向 马园外小时候吃过不少苦 现在生活好了 家里有的是钱 所以对儿子特别宠爱 要在儿子身上加倍补偿 儿子要什么就给什么 真是捧在手里怕掉了 含在口里怕化了 就差给他摘天上的星星月亮了 俗话说 罐子如沙子 马志远在父母的百般宠溺下长大 打小就养成了刁蛮任性 肆意妄为的野蛮性格 长大之后 仍然丝毫没有收敛 变成了一个专横跋扈的浪荡公子哥 日子过得飞快 眨眼之间 马志远就长到了二十岁 他仗着家里有钱 成天和一帮胡朋狗友 出入于赌方和花街柳巷 不是赌钱 就是和青楼女子整夜私混在一起 成了当地人人厌恶的浪荡子 马园外这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 年老体衰 身体早就不如从前了 也管不住这个五逆子了 于是和马夫人商量 干脆给儿子娶个媳妇吧 心里盘算着 儿子结婚后 有媳妇管着他 他总会有所收敛 马园外就托媒婆给儿子说亲 送给媒婆不少赏钱 媒婆收了钱 当然要尽心办事 很快就把豆腐店掌柜的女儿兰香 介绍给了马志远 这个兰香姑娘 虽说不是什么大户人家的小姐 但是温柔贤惠 品行端正 马园外夫妇见过之后非常满意 当即就答应了这门婚事 则良辰吉日 在马园外夫妇的操持下 兰香就和马志远拜堂成亲了 兰香嫁到马家后 对马园外夫妇非常孝敬 将马志远的生活照顾得是无微不至 邻居们都夸赞兰香 是个难得的好媳妇 可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媳妇 马志远根本不知道珍惜 他依然在外面花天酒地 常常在青楼里面一住十来天不回家 兰香有时候好心劝他几句 换来的就是一顿拳脚 兰香唯有默默伤心地抹流泪 马园外见儿子如此不长进 气得是直吐血 在这年冬天 不幸得劳病去世了 马园外去世后不到半年 马夫人因为悲伤过度 也追随马园外去了 父母这一死 马志远更加是肆无忌惮了 常常邀请一些狐朋狗友到家里来狐吃海喝 喝得东倒西歪 兔的家里到处都是 污秽不堪 令人作呕 兰香说了马志远几次 他根本听不进去 马志远甚至把一些不三不四的女子带回家过夜 兰香实在是忍受不了 当即就提出要与马志远合理 马志远满不在乎 离婚就离婚 谁怕谁呀 没有你管着我 我还自在一些 于是就和兰香办理了离婚手续 离婚之后 马志远彻底放飞自我了 把家里当成了逍遥窝 成天喝得烂醉如泥 家里是脏乱不堪 也没有人去说他了 转眼之间 就到了秋收时节 这天管家找到马志远 说道 少爷 是时候该去收租子了 马志远虽然混 但是小得钱的重要性 该拿的钱 一个子也不能少 当即就带了几个家丁 去乡下收租子 刚刚走到刘家村村口 就看到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 在井边打水 马志远眼睛闪出光亮 哟 这小妞长得真是带进黑 家里正好缺少一个夫人 把这小妞娶回去 岂不美哉 姑娘见马志远色咪咪地看着自己 赶紧挑起水桶 急匆匆往家的方向赶去 马志远就好像恶狼见到肥羊一样 紧紧在后面跟随 只见姑娘进了刘老汉的家里 心里乐开了花 看来这小妞跑不了 迟早是自己的人 原来这刘老汉 正是马志远家里的店户 租着他家的吉姆地 每年都要向马志远交租子 马志远派家丁前去打听这个姑娘的情况 很快家丁回来禀告 说道 少爷 我都打听清楚了 这个姑娘名叫莲心 今年二十岁 是刘老汉和原配夫人所生的 莲心的亲娘过世后 刘老汉就娶了村里的寡妇贵娥 两人又生了一个儿子 听说这个后娘贵娥对莲心非常刻薄 经常打骂她 早就想把她嫁出去了 又喝 还有这回事 真是天助我也 听到这里 马志远欣喜若狂 当即就带着几个家丁 去了刘老汉家里 刘老汉一看马志远来了 赶紧让座 端茶到水 马志远一看刘老汉一副老实芭蕉的样子 再看贵娥眼神犀利 趾高气扬 就知道这个家里肯定是贵娥做主 于是当即拿出十两银子递给贵娥 说道 我看上你家莲心了 这就是我的聘礼 贵娥是个见钱眼开的主 一看到白花花的银子 当时眉开眼笑 但是贵娥贪得无厌 她想从莲心身上多捞些银子 好留给自己的儿子 于是假装可怜兮兮地说道 我说马大爷 我们就这么一个女儿 把她拉扯这么大也不容易 哪里舍得她这么早就嫁人啊 马志远一听就明白了贵娥的意思 回道 少在我面前装算 你的小心思 我还不知道 你这个当后妈的 还不是想在莲心身上 多捞些好处 今天小爷高兴 多送你一匹绸缎吧 怎么样 够意思吧 贵娥听罢 高兴得何不拢嘴 哎呀 多谢马大爷 多谢马大爷了 刘老汉知道 马志远是个什么货色 他当然不舍得把女儿 嫁给马志远 那不是把女儿 往火坑里面推吗 但是他在家里 根本说不上话 家里的大事小情 都是贵娥一人说了算 刘老汉 唯有蹲在墙角 唉声叹气 贵娥收了聘金 这门七事 就算是定下来了 则良辰吉日 马志远骑着高头大马 带着迎亲队伍 风风光光把莲心取进了家门 马志远把莲心取进家门 也就安生了两天 开始几天对待莲心 还算客气 可是没过几天 马志远就原形毕露了 莲心稍稍惹他不顺心 就会招来一顿家暴 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 马志远家里有个马夫 名叫陈道财 陈道财小时候是个孤儿 流落街头 差点被活活冻死 恰好被路过的马圆外发现了 马圆外发善心 就收留了陈道财 让他在府里做了个马夫 陈道财今年二十三岁 长得是相貌堂堂 英俊不凡 不仅坐视勤快 而且心地善良 待人热忱 府里的家仆 丫鬟 厨娘都很喜欢陈道财这个小伙 陈道财看到莲心 常常被马志远毒打 心里很是同情他 这一天 马志远在赌方里输了不少钱 心里老不大痛快 憋着一肚子火回来了 马志远刚刚走进家门 就嚷嚷着 莲心啊 快 快给我拿拖鞋过来 莲心这会儿已经睡下了 没有听到马志远的叫喊 马志远一连喊了好几声 都不见莲心应答 当时火冒三丈 气冲冲闯进卧房 一看莲心躺在床上 睡得正香 煞时间就炸毛了 一把将他拖下床 劈头盖脸 就是一顿暴打 马志远一边打一边叫骂 你个臭婆娘 我从外面辛辛苦苦赶回来 喊你这么久 你都不应 好大的胆子 看我不打死你个臭婆娘 莲心被打得 发出阵阵哀嚎 苦苦哀求 相公 别打了 求你别打了 我知错了 下次再也不敢了 哼 下次 你还敢有下次 看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马志远骂骂咧咧 揪住莲心的头发 就是一顿暴揍 莲心唯有保住自己的头 却不敢有丝毫的反抗 陈道财住的房间 离着马志远的房间很近 所以马志远暴打莲心的声音 陈道财听得是清清楚楚 陈道财心如刀脚 但是马志远是自己的东家 他作为一个马夫 自然不好插手主人的家事 唯有捂住耳朵 极其痛苦地挨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 马志远被几个朋友 喊出去喝酒去了 见马志远走了 陈道财赶紧拿着一瓶爹打药 走进了莲心的房间 只见莲心鼻青脸肿地躺在床上 他看见陈道财走了进来 惊恶不已 问道 你 你怎么来了 陈道财拿出爹打药 说道 莲心姑娘 这是特制的爹打药 药效很好 我给你抹一点吧 这样你的伤也会好得快一些 哎呀 真是多谢你了 难得你这么有心 姑娘不必客气 你平日里对我们这些下人都很好 我们都很感激你 这点小事情 我们应该做的 说罢就帮着莲心上药 陈道财一看 莲心白皙的皮肤上 尽是一道道青子的伤痕 当时心痛不已 说道 马志远真不是个东西 他对你下手也忒狠了 听到这里 莲心泪水连连 说道 都怪我命苦 这都是我的命啊 莲心姑娘 你千万别这么说 没有谁生来就是受苦受穷 受人欺负的命 只要你敢反抗 没有人敢欺负你 话虽然这么说 我还能怎么反抗呢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我这辈子就只能这样了 莲心姑娘 千万不要这么想 你还如此年轻 今后的路还藏着里 不能这样忍气吞声过一辈子啊 过了两天 陈道财刚刚打外面回来 就听到屋里传来 莲心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哎呀 相公 求你别打了 求你别打了 陈道财心里猛的一惊 马志远这个混蛋 又在打老婆了 他急匆匆冲进去 只见马志远一身酒气 满脸通红 揪着莲心的脖领子 剔头盖脸 就是一顿暴揍 莲心被打得苦苦哀嚎 府里的下人看见了 都低下了头 默不作声 装作没有看见一样 陈道财登师活起 一把钱住了马志远的手腕 抱贺一声 住手 马志远疼得直叫唤 哎呦 他回头一看是陈道财 气就不打一处来 骂道 你个混小子 反了不成 竟敢管小爷的事情 陈道财怒目圆睁 贺道 马志远 你还是个男人吗 打老婆算什么本事 哎呦 小爷的事情要你管 他是我花钱买回来的 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你算那根葱那根算 竟敢管小爷的家事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你小子 是不是对他怜香惜玉 对我老婆图谋不轨啊 你 你胡说八道 一句话噎得陈道财满脸通红 半晌没有说出话来 就在这么个时候 几个独友来找马志远去耍钱 走走走 马兄 哥几个等你多时了 还在这里磨叽什么 走走走 咱们今天玩个痛快 马志远被几个独友拉着出了门 剑马志远走远了 连心这才上前失礼 说道 方才真是多谢你了 陈大哥 连心姑娘 你再这样下去 迟早要被那个混账东西活活打死 可是我 我能够有什么法子呢 连心姑娘 你敢不敢逃走 逃走 逃到哪里去 只要你敢逃走 我就带你离开这个鬼地方 逃得远远的 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地方 我们重新开始 可是 那样能行吗 有什么不行的 是在人为 人这辈子活着 就是要争口气 不能像你这样委曲求全 逆来顺受 活得窝窝囊囊 陈大哥 你的心意我明白 可是我们能够逃出马志远的魔爪吗 你知道吗 这个混蛋手眼通天 跟现在的县令大人 颇有些交情 谁也不敢得罪他 你要带我逃走 如果被他知道了 他岂会放过咱们 哎 连心姑娘 你就是太软弱了 像这样下去 你迟早要死在那个混蛋手里 陈道财和连心的秘密谈话 后来也不晓得 怎么被马志远知道了 马志远煞时暴跳如雷 好小子 你想英雄救美 我现在就成全你 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马志远命人 把陈道财关进了柴房 并且放出狠话 谁也不许给他送吃的 活活饿死他 看你还敢不敢打我老婆的主意 陈道财被关在柴房三天三夜 滴水未尽 饿得是眼前发黑 筋骨酥软 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 夜里连心 趁着马志远睡着了 才敢偷偷给陈道财 送去几个馒头 陈道财大喜过望 抓起馒头 就狼吞虎咽起来 连心见了 心酸不已 哭着说道 陈大哥 都怪我不好 是我连累了你 不要这么说 这是和你没关系 我不会怪你的 陈道财被关在柴房整整五天 马志远终于解气了 这才把他放了出来 骂道 小子 你给我长点记性 你要再敢多管闲事 没你的好果子吃 过了好些天 陈道财的身体恢复如初 赶车去林县送一批货物 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时分了 刚刚走到树林的时候 忽然林子里面传来一阵滋哇狂叫的声音 陈道财心中猛地一惊 赶紧跑进了树林 只见地上躺着一只浑身金色的狐狸 他的前掌 好像被什么尖锐的东西刺穿了 正在滴滴答答流血 陈道财看到狐狸痛楚的表情 煞食起了怜悯之心 他想起来 车上刚好有一瓶金疮药 于是赶紧把药拿了出来 走到狐狸跟前 把金疮药洒在狐狸的前掌上 又撕下一扇了一脚 细心替他包扎好 狐狸这才慢慢向树林深处走去 走的时候 还回头看了陈道财几眼 眼神中满是感激之情 见此情景 陈道财不由地发出感叹 人有的时候 还不如一只牲畜啊 直到狐狸消失不见了 陈道财这才赶车回到了府里 回去之后 很快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自从上次马志远得知 陈道财要窜多连心逃离 马志远就对陈道财起了歹心 心说 这个人不能留在身边啊 如果把他留在身边 迟早是个祸害 可是怎么才能够把他撵出马府呢 马志远别的不会 但是有一肚子的坏水 整人的诡计多的是 他眼珠子一转 立马就有了一个陷害陈道财的鬼主意 这天晚上 陈道财刚刚打外面赶车回来 突然马志远把所有的家仆叫到跟前 阴沉着脸说 小爷房里丢了五两银子 肯定是府里出了家贼了 你们哪个拿了 要是现在拿出来 这事情就算了 如果被我抓到 别管我翻脸无情 家仆一个个低着头 没有一个人回应 马志远灯石火了 好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来啊 给我搜 说吧 马志远带领几个打兽 气势汹汹 就奔陈道财的房间而去 大喝一声 就从这小子的房间搜起 陈道财坦然自若 心说我没有偷钱 怕你做什么 拿小的马志远冲进屋里后 掀开床铺盖 直接就从床铺下面 拿出了五两银子 马志远恶狠狠盯着陈道财 骂道 妈的 日房夜房家贼男房 没想到你小子竟然是个贼 陈道财惊骇不已 大喊冤枉 冤枉啊 马少爷 我没有偷银子啊 这银子不是我偷的 妈的 还说不是你偷的 现在人赃俱货 你小子还敢抵赖吗 难不成这银子长了脚 自己走到你屋里去的 你说 这银子哪来的 这 这 陈道财被问得张口结舌 面红耳赤 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哪里晓得 马志远趁着他外出的时候 偷偷把五两银子 放在了他的床铺底下 就是故意陷害他 马志远抱贺一声 来呀 给我狠狠打 话音刚落 几个打手就冲了上来 揪住陈道财 就是一顿暴揍 陈道财岂岂是那么好欺负的 这会儿也豁出去了 怕什么 大不了豁出这条命去 也要跟他们干到底 就这样 几人混站在了一起 陈道财虽然勇猛 但是双拳难敌四手 很快就落了下风 不一会 脸上就挂彩了 不得不仓皇逃出了马府 陈道财一口气跑出马府 直接跑出了县城 走了很远很远 直到跑到了一条小河边 陈道财这才停了下来 捧起河水 清洗脸上的伤口 就在陈道财清洗伤口的时候 忽然背后传来一个女子温柔的声音 大哥 我看你伤得不轻 不如请到我家里 我为你包扎一下吧 陈道财起身一看 只见身后站着一位白衣飘飘的女子 气质非凡 容貌绝佳 不由地愣住了 姑娘 你 你是哪位 白衣女子说道 大哥 我方才路过这里 看到大哥正在用河水清洗伤口 实在是于心不忍 我家就在河边 就请你到我家 我为你包扎一下吧 陈道财见白衣女子说得非常诚恳 于是答应了 就跟着他回家了 进入白衣女子的家里 只见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净 一尘不染 令人看了赏心悦目 白衣女子拿来一个保护路 从里面倒出几滴绿色的干露 轻轻洒在陈道财的伤口处 神奇的一刻出现了 陈道财的伤口即刻愈合了 疼痛瞬间就消失了 陈道财这才意识到 自己这是遇见世外高人了 于是当即失礼 多谢姑娘施救 白衣女子玩耳一笑 问道 大哥 是谁把你伤成这样 能不能跟我说说 哎 陈道财重重叹了一口气 就把自己在马志远家里当马夫 因为可怜被虐待的怜心姑娘 故而得罪了马志远 继而被马志远陷害的事情 原原本本叙说了一遍 白衣女子听罢 神色凝重 缓缓说道 女怕嫁错狼 多少世间女子遇人不输 毁了一生的幸福 可悲可叹 大哥侠义心肠 又如此重情重义 小女佩服至极 决定助大哥一臂之力 陈道财听罢惊喜不已 但是又有些疑惑 你一个文弱的姑娘 如何能够帮我 那个马志远穷凶极恶 我都对付不了 更何况你一个弱女子 白衣女子似乎看穿了陈道财的心思 从怀里拿出来一根猪骨头 递给陈道财 说道 大哥 你拿着这根猪骨头 回去找马志远算账 他若再敢逞强 你就拿这根猪骨头砸他 什么 你说什么 陈道财听到这里 当时瞪大了眼睛 姑娘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这能行吗 大哥 你不必迟疑 你还记得几个月前 你曾经就下一只受伤的金色狐狸吗 啊 是有这么回事 姑娘为什么要问这个呢 大哥有所不知 那只金色狐狸乃是在山中修炼的狐仙 她是我的姐姐 那一天不小心被猎人的剑射伤 幸亏大哥出手相助 所以才转危为安 如今他已经功德圆满 到仙山去了 临走之前 姐姐一再叮嘱我 要报答恩公的救命之恩 我几番寻找 今天就是来报答大哥的恩情 大哥 你可不要小瞧这根猪骨头 它是我用仙丹炼制而成 法力无边 定能助你一臂之力 救出怜心姑娘脱离苦海 也能够惩罚马志远那个大恶霸 听到这里 陈道才又惊又喜 说道 姑娘 真是太谢谢你了 这叫我怎么感谢你才好呢 哎 大哥说的哪里话 大哥种下善因 必得善果 好人自有好报 大哥心底善良 品行高尚 又有一副侠义心肠 这些都是你应得的 又何必谢我呢 陈道才听到这里 欣喜万分 还想致谢女子 忽然一道金光闪现 刹那间 白衣女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连方才的乌子 眨眼之间也消失不见了 这时候 半空中传来女子的声音 大哥 快去搭救连心姑娘吧 大哥多保重 而后四周一片寂静 陈道才拿着猪骨头 心冲冲往县城赶 等赶到马志远家中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他没有走大门 而是从后面的院墙处 选了一个比较低矮的地方 翻身跳入了院中 陈道才直奔连心的房间 心说这下终于可以搭救连心了 或许是太兴奋了 他一时忘了敲门 直接推门冲了进去 兴奋地大叫 连心 我回来了 我有话对你说 这下坏了 只见连心正在浴盆里面洗澡 屋里水气阴晕 连心光滑圆润的身体 一览无余 连心赶紧用毛巾遮挡了自己的身体 娇羞地说道 陈大哥 你也太兴急了 没看见人家正在洗澡吗 陈道才闹割了大红脸 赶紧转过身去 连心急忙穿好了衣裳 这才问道 陈大哥 你有什么事 为什么这么着急来找我 陈道才一把拉住连心 兴奋地说道 连心 走 我这就带你走 我带你离开这个阎罗殿 我们重新开始 连心还是有些迟疑 说道 陈大哥我好害怕 马志远不会放过我们的 别怕 连心 你看 我有这个 说吧 陈道才掏出了那根猪骨头 有了它 我们再也不用怕马志远了 连心疑惑不解 陈大哥 一根猪骨头 怎么可能对付马志远 你莫不是在说笑吧 相信我吧 连心 我怎么会跟你说笑呢 这根猪骨头 可是大有来头 正当陈道才和连心两人在房中拉扯的时候 房门哐当一声被踹开了 马志远气势汹汹冲了进来 连心吓得脸色煞白 赶紧躲到了后面 马志远点指陈道才 骂道 妈的 你小子真是贼心不死 还敢跑回来 看我怎么收拾你 说吧 操起敌手 就朝陈道才刺了过来 连心吓得 妈呀 一声尖叫 在看陈道才不慌不忙 搜得一下 一把扔出猪骨头 狠狠砸向马志远 耳旁就听见哀哟一声怪叫 只见一道耀眼的白光闪过 马志远当时变成了一条大黄狗 叼着猪骨头 跑到屋外有滋有味地啃了起来 看到这里 陈道才和连心惊喜不已 顿时感觉大快人心 这时候 府里的下人都跑了出来 看到马志远变成大黄狗之后 无不拍手称快 府里这些个下人 平日子没少受马志远的欺负 于是纷纷上前 狠狠踹了大黄狗脊脚 黄狗疼得嗷嗷直叫唤 有人提议 干脆把大黄狗宰了得了 以解大家心头之恨 大家都跟着附和 高声喊道 对 宰了他 宰了他 把他炖了吃了 陈道才赶紧拦下了 说道 得饶人处且饶人 能治一福 不治一死 现在马志远已经变成了大黄狗 他也算是罪有应得 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我看就留他一命吧 大家见陈道才说得在里 于是也就同意留大黄狗一命 找来狗链子 把大黄狗拴在了后院的狗窝里面 每天给他饭食 不至于让他饿死 但是绝不允许他离开狗窝半步 马志远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陈道才继承了马志远的家产 他为人和善 乐善好施 对待家仆就好像一家人一样 所以大伙都愿意留在府里 帮他打理家里的生意 打那之后 陈道才的生意越做越好 赚了很多钱 连心终于彻底脱离了苦海 如愿以偿嫁给了陈道才 小两口结婚后 恩恩爱爱 相敬如宾 如娇四妻 后来两人生养了一大帮儿女 过起了没羞没躁的幸福生活 蹦步县城有一位大园外 名叫蔡景浩 说起这位蔡园外 那是城里鼎鼎有名的大人物 不仅仅是蔡园外家资巨富 这位蔡园外性情豪爽 喜欢结交朋友 无论走到哪 都是左右逢源 交际面非常广 这天蔡景浩带着几个家仆去乡下收账 回来的路上路过刘家庄 不觉已经到了晌午时分 一行人走得乏累了 顿时感觉鸡肠鹿鹿 于是走进路边的一家饭馆吃饭 蔡景浩点了一盘熟牛肉 一盘红烧鱼块 就在等着上菜的功夫 忽然饭馆外面走来一年轻人 此人约莫二十七八岁 穿得虽然破旧 但也还算干净 年轻人找到店掌柜 哀求道 老板 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 能不能施舍我一点吃的 店掌柜撩起眼皮 瞟了那个年轻人一眼 没好气地喝道 去去去 哪有你吃的 别妨碍我做生意 年轻人沮丧地转身就要离开 蔡景浩看见了 立马起身拦住了年轻人 失了一礼 说道 小兄弟 这边请 年轻人受宠若惊 于是走到蔡景浩身边坐下了 蔡景浩就问道 小兄弟 怎么称呼啊 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 不妨跟我说说 说不定我还能帮上忙 年轻人叹了一口气 这才叙说了自己的身世 原来年轻人名叫丁峰 乃是安庆府人士 丁峰有一个表妹名叫若然 生的是花容月貌 被当地恶霸刘雄看上了 刘雄带领几个打兽闯进若然家里 就要把若然抢走 若然的父亲早逝 家中就剩下他和母亲相依为命 母女两人岂是恶霸刘雄的对手 刘雄硬生生将若然抢走了 把她迈到了怡红院 若然的母亲眼见女儿被抢走 哭得是死去活来 悲伤不已 丁峰岂能够让表妹在那种地方受辱 于是偷偷前进怡红院 将若然救了出来 丁峰知道 刘雄得到消息后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连夜带着表妹 若然逃出了安庆府 本想来蹦步县城投奔亲戚 不料亲戚搬走了 不知去向 丁峰身上的银梁也用尽了 这才饿了好几天 蔡景浩听罢 唏嘘不已 朗声说道 小兄弟放心 既然你的事叫我遇上了 我不能不管 我这人就喜欢结交像你这样侠肝义胆的好朋友 这样吧 你把表妹接来 我来安顿你们 丁峰听罢 感激不尽 当即跪倒拜谢 多谢蔡大哥鼎力相助 大哥的恩情 小弟莫齿难忘 蔡景浩赶紧将他搀扶起来 说道 哎 贤弟这么说就见外了 来来来 先吃饭 填饱了肚子再说 说话间 殿小二将热气腾腾香气肆意的饭菜端上了桌 丁峰也没有客气 甩开腮帮子就是一番狼吞虎咽 酒保饭足之后 蔡景浩就问丁峰 你表妹现在哪里 何不一起接来呢 丁峰回道 表妹若然暂且住在一家小客栈 蔡景浩说道 那好 明天我在丁峰楼设宴 为你们接风洗尘 第二天早上 蔡景浩早早来到了丁峰楼 预定了一个豪华的包间 在此等候丁峰表兄妹 不大一会儿 就听到楼梯间有脚步响动的声音 脚步声越来越近 蔡景浩连忙站了起来 走到包间门口迎接 只见丁峰领着一个绝色美女走了进来 蔡景浩看见若然的第一眼 不由得惊呆了 若然长得实在太漂亮了 只见她面若桃花 眉似弯月 尤其一双美目勾魂射破 让人看了久久难忘 若然不仅容貌倾国倾城 而且声音婉转悦耳 就好像那鸟歌唱一般动听 蔡景浩听了 顿时感觉骨头酥软 都快融化掉了 蔡景浩招呼他们坐下 吩咐殿小二上菜 不一会儿 满满一大桌美味佳肴呈现在眼前 蔡景浩说道 二位不必拘谨 今天我尽地主之意 招待二位 一定要赏我这个面子 酒过三巡 蔡过五位 蔡景浩和丁峰都有些喝高了 再看若然脸上也是泛起了朵朵红云 蔡景浩说道 二位出来此地 有什么难处 只管跟我说 不必见外 就把我当作你们的大哥 有话只管说 丁峰自是感激不尽 说道 承蒙蔡大哥 这么看得起我们兄妹俩 以后只要有用得着小弟的地方 大哥说句话 小弟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就这样 蔡景浩三天一小宴 五天一大宴 常常邀请丁峰和若然赴宴 三人在一起把酒言欢 好不快活 蔡景浩特地在西街买了一栋独门独户的小楼 送给了丁峰和若然 就这样 丁峰和若然就在县城里安了家 常住了下来 一患过去了两个多月 经过这段日子的相处 蔡景浩越发迷恋若然姑娘了 若然不仅生得国色天香 而且色意双绝 弹琴唱曲样样精通 蔡景浩越发是喜爱 只要一天见不到若然 这心里就空落落的 这天 蔡景浩来到小楼 想邀请丁峰和若然去郊外玩耍 却不见丁峰的身影 就问若然 你表哥去了哪里呢 若然回到 蔡大哥 是这么回事 我们兄妹离开安庆府这么久 想必母亲也在替我们担忧 现在我们已经安定下来了 表哥就回安庆府了 想告诉母亲一声 叫他不要为我们担忧 蔡景浩听爸点点头 回到 丁贤弟考虑得真是周到 若然回到 蔡大哥好久没有听我唱曲了 我今天为蔡大哥唱一曲如何 蔡景浩当然求之不得 若然于是百开洋琴 慢歌一曲 蔡景浩听的是如痴如醉 久久沉醉在若然的浅吟低唱中 难以自拔 一曲终了 正在这时候 冰封风风风火火赶回来了 但是脸色很难看 似乎有什么心事 蔡景浩赶紧上前问道 贤弟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愁眉苦脸的 丁峰看了看蔡景浩 又看了看若然 叹了一口气说道 这是本来不想让你知道 我们已经给你添了太多麻烦了 蔡景浩摆摆手 说道 贤弟这么说就见外了 有什么事只管开口 只要我能够帮上忙 你尽管说 丁峰故意装作很为难 最后一咬牙说道 那好吧 既然大哥如此重情重义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吧 原来丁峰带着表妹若然偷偷逃走后 恶霸刘雄竟然把若然的母亲给抓了起来 开口就要五百两银子 不给钱不放人 蔡景浩听罢 不以为然地说道 我当是什么事 原来就这么点小事 贤弟放心 这笔钱我替你们出了 丁峰听罢 当即跪倒磕头 说道 蔡大哥 你对我们实在太好了 叫我怎么报答你啊 蔡景浩赶紧将丁峰搀扶起来 说道 贤弟何必行如此大礼呢 你我既然以兄弟相称 我这当大哥的帮助小弟 岂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啊 丁峰感动得红了眼圈 赶紧吩咐若然下厨 炒几样小菜 今天要和蔡大哥好好喝一杯 不大一会儿 若然从厨房里端出来几盘热气腾腾的家常小菜 三人围坐在一起 开怀畅饮 好不快活 久之半憨 桌上菜也吃得差不多了 蔡景浩就感觉头重脚轻 整个身子在打晃 若然起身 就把蔡景浩搀扶到了自己的床上 上来就为为他解开了衣衫 蔡景浩和若然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过 若然丰满富有弹性的胸脯 让蔡景浩意乱情迷 芙如宁芝的身体 一时令他心跳加速 心砰砰跳得厉害 口中却是言不由衷 若然 这 这怎么使得 若然故意装作生气的样子 瞠怒道 难道蔡大哥不喜欢我吗 大哥待我恩重如山 小魅力当报答大哥 说罢扑倒在蔡景浩怀中 蔡景浩被若然压在身下动弹 不得 口中说着 万万使步的 万万使步的 手却伸向了若然风鱼的身体 一把将他揽入怀中 就这样两人共赴云语之欢 一夜欢愉 蔡景浩自是感到心满意足 一觉睡到了大天亮 这才起身回家 刚刚走进家门 蔡夫人就过来问道 你昨天去了哪里 怎么一晚上没有回来呀 蔡景浩昨晚一夜风流 当然不敢跟夫人说实话 只得编造瞎话 啊 昨天和几位老友喝酒 一时喝高了 醉倒在酒楼了 夫人不必过问了 我现在困得很 说罢就回房歇息了 蔡夫人看到夫君远去的背影 只是无奈地摇摇头 她知道丈夫喜欢结交江湖豪杰的秉性 也不好再说什么 就算说了 她也听不进去 只得由她去了 蔡夫人原以为 丈夫只是这一次偶尔例外而已 拿小的打难以后 蔡夫人就发觉不大对头了 夫君每天都是晚上出去 早上才回来 回来后疲倦不堪 倒头就睡 一睡就是一整天 日子久了 蔡夫人发现 夫君的精神越来越差 成天无精打采的 家里的生意也撒手不管了 蔡夫人为此很是发愁 这天一大早就守在家门口 看见蔡景浩回来后 急忙上前说道 夫君 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家里的大事小情 都要你来拿主意 像你这样 成天浑浑噩噩 成天不着家 还有个一家之主的样子吗 在看蔡景浩 只见他脸色蜡黄 眼神涣散 原本炯炯有神的眼睛 现在却深深凹陷了下去 眼眶就像那大熊猫一样 长了个黑黑的眼圈 整个人就像行将枯朽 垂死挣扎的病人一样 模样极其恐怖 蔡景浩仍然是毫不在乎 懒洋洋地回道 夫人不必多虑 府里的事情 就请管家多费心一些 近日遇到一些知己 多喝了几杯 好了 我困了 要去睡了 说罢就回了房间 蔡夫人还想再说些什么 蔡景浩已经摇摇晃晃回房了 就在这时候 管家带着账房先生急匆匆走来 拿出账簿给蔡夫人看 说道 夫人不好了 这几天老爷有五千两银子的支出 也没有说用做什么 蔡夫人接过账簿一看 灯石经的目瞪口呆 心中不免埋怨 夫君滥交江湖好友 成天都是花天酒地 这样挥霍无度 蔡家的家底迟早要被掏空 可是规劝夫君 她偏偏听不进去 这可如何是好 就在蔡夫人心急如焚的时候 蔡景浩突然病倒了 躺卧在床上奄奄一息 气若油丝 就怕那一天 一口气上不来 就要归天了 蔡夫人看到夫君病得如此严重 焦虑万分 请变了县城的名医 可是没有一个医生 能够治好夫君的病 最后管家出了个主意 在家门口贴出了告示 凡有能够医治菜园外疾病的人 蔡夫愿意拿出千两黄金筹写 这张告示一贴出来 立刻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在那个年月 千两黄金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一辈子都花不完啊 大家议论纷纷 谁能够得到这笔赏赐 这辈子都不愁吃喝了 可是议论归议论 谁也不敢接绑 告示贴出去好几天 没有一点消息 正当蔡夫人感到沮丧的时候 忽然家扑来报 夫人 门外来了一个老道 她说 能够治好园外的病 哦 听到这 蔡夫人惊喜不已 快 快快有请 不大一会儿 家扑领着一位道长走了进来 蔡夫人仔细观瞧这位道长 只见道长身高八尺有余 年近古兮 满头的银发 先锋道古 容貌清奇 蔡夫人看罢 心中暗暗称赞 不愧是得到的仙长 果然气质非凡 于是问道 敢问道长如何称呼 在哪里修行啊 道长回道 贫道法号冠清 在清云关修行 蔡夫人赶紧失礼 原来是冠清道长 在下失礼了 夫君病重多日 请便明依诊治 毫无效果 那就劳烦道长费心了 冠清做了个请的手势 蔡夫人将他领到了蔡景号的床边 道长仔细查看蔡景号 只见他脸色蜡黄 面颊浮现一层黑气 顿时就是一惊 蔡夫人赶紧问道 道长 夫君可还有救 道长缓缓回道 幸好我来得及时 再晚一点就很难说了 蔡夫人听罢 稍稍心安 问道 道长 我夫君究竟得的是什么病 道长正色道 你丈夫根本不是患病 他这是中了荷欢之术 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如果不及时止损 恐怕命不久已啊 蔡夫人疑惑地问道 什么是荷欢之术 道长回道 荷欢之术乃是一种天门邪术 通常情况下 都是由男主控女 男人吸取女子的阴气进行修炼 女子吸取男人的阳气进行补充 修炼这种邪术 乃是损阴丧德的卧挫行为 蔡元外一看 就是被吸走了阳气 蔡夫人听罢 吓得魂飞魄散 赶紧问道 道长 那该如何是好 我夫君还有救吗 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 我也活不了 说罢痛哭流涕 道长气定神贤说道 夫人不必惊慌 我先唤醒蔡元外再说 说罢吩咐家仆端来一盆清水 只见道长对着清水口中念念有词 站起一滴清水 放到蔡元外的眉心处 突然抱贺一声 呆 还不给我速速醒来 再看蔡元外差那间惊醒 灯时坐了起来 一眼就看见了床边的夫人 还有一位道长围在身边 甚是不解 疑惑地问道 夫人 你们这是做什么 蔡夫人就把这些天发生的事情 原原本本续说了一遍 蔡景浩听罢就是一愣 他是毫不知情 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道长取来一面镜子 对蔡景浩说道 蔡元外 你先自己看看吧 蔡景浩一看镜中的人影 灯时吓了一大跳 这哪是自己啊 一夜之间 头发竟然白了一大片 分明是一个活脱脱的死人啊 急忙问道 道长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道长回道 你自己中了鞋树是一点都没有发掘 你且说说 这些天 你都去了哪里 蔡景浩此刻再也不敢隐瞒 只得将这些天 在丁峰家里 和若然私会的事情 老老实实交代了 道长听罢 面色凝重 缓缓说道 蔡元外 问题就出在你这个丁贤弟身上 你可知这个丁峰是谁 蔡景浩摇摇头 回道 小人愚昧 还望道长明示 道长正色道 这个丁峰 根本不是什么若然的表哥 他的真名叫丁燕 乃是江湖上臭名昭彰的彩花大盗 原来这个丁燕经常流窜州府作案 祸害了不少梁家女子 不快对这个彩花大盗恨之入骨 撒下天罗地网 击捕这个淫贼 怎奈丁燕狡猾无比 官府几次围剿 都叫他逃脱了 道长急功好义 决定为民铲除这个毒瘤 一路追踪冰燕的踪迹 这才来到了蹦步县城 恰好这天在蔡园外门口 看到了求医的告示 就知道蔡他中了荷欢之树的毒害 方才进府救治 蔡景浩听到这 得知自己上当受骗了 当时火冒三丈 就要去官府报官 道长赶紧拦下了蔡景浩 说道 蔡园外切莫心急 先不要打草惊蛇 你今晚照常去丁燕家 我自有妙计勤他 蔡景浩想想也对 这样鲁莽行事 万一惊跑了丁燕 岂不是前功尽弃 于是和道长商量了一个完全之策 当天傍晚 蔡景浩穿戴整齐 一身盛装来到了若然居住的小楼 若然一看蔡景浩来了 就是一愣 问道 蔡大哥 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早 蔡景浩不露声色 平静地回道 若然姑娘 前几天你不是说 要将母亲接到这里居住吗 我今天给你送来了银票 说吧 掏出一张银票递给若然 若然看了看银票 又看了看蔡景浩 心中五味杂沉 很不适滋味 刹那间红了眼圈 将银票还给蔡景浩 哽咽着说道 蔡大哥 你对我实在太好了 我不忍心再骗你了 你这些天所看到的都是假的 你拿着银票赶紧走吧 我压根就没有老母亲 都是丁峰要挟我骗你的钱 若然话音刚落 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怒吓 死丫头 找死 说话间 丁峰手持鸣晃晃的匕首直刺蔡景浩 蔡景浩啊的一声大叫 灯石吓傻了 说石驰那石快 若然猛地推了一把蔡景浩 大叫一声 蔡大哥 快走 丁峰的匕首没有刺中蔡景浩 正好滑到了若然的胳膊 刹那间就豁开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 鲜血直流 就在这时 道长带领众人闯了进来 丁峰见对方人多势众 使了个燕子穿云 跳窗逃走了 众人来不及反应 丁峰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 蔡景浩抱起 若然就要去找大夫医治 若然忍着剧痛说道 蔡大哥 你赶紧走吧 以后再也不要来找我了 丁峰这银贼 今晚就要对你的女儿曼娘下手 蔡景浩惊讶不已 连忙问道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若然的天柱穴 被丁峰插进两根银针 整个人被丁峰完全操控 丁峰利用银针掌控若然 操控邪术 魅惑蔡景浩 吸取蔡景浩的洋气 榨取他的钱财 今天丁峰眼见事情败露 肯定怀恨在心 伺机报复 他知道蔡景浩 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 名叫曼娘 这思肯定不会放过曼娘 蔡景浩听罢惊骇不已 道长飞身出去追捕丁峰 紧赶慢赶 还是晚了一步 回到屋中后 看到受伤的若然 立即拿出随身携带的金疮药 给若然敷上 又取来布条 替他包扎了伤口 道长知道了事情原委后 缓缓对蔡景浩说道 若然是个苦命的姑娘 她的确是被丁峰这思给操控了 你现在就去官府报官 只要丁峰这银贼赶来 我叫他有来无回 蔡景浩怕若然留在这里 遭到丁峰的报复 就把他接到了自己家中 做了妥当安置 道长找到蔡景浩的女儿曼娘 如此这般交代了一番 曼娘会议 下去准备了 蔡景浩赶往县衙 将此事告知了县令大人 县令听闻后 惊讶不已 立刻安排捕快在蔡景浩府中隐藏起来 曼娘怀中拿着道长给的东西 躺在被窝里面假装睡去 打外面看 好像睡得挺沉 其实曼娘心里直打鼓 就等着丁峰前来自投罗网 夜里菜府里面一片寂静 打羹的帮子声响起 已经过了三更天 到了紫夜时分 就在这时 忽然一个黑影晃动 鬼鬼祟祟来到了曼娘的窗外 只见黑影从怀中掏出一个竹筒 捅破窗户纸 朝屋内吹洒迷烟 过了半晌 黑影翻窗跳入房内 见床上的曼娘睡得正香甜 不禁洋洋得意 心中自存道 真是天助我也 你们妇女都是世间 罕有的吉阳和吉阴 只要取走你的姻缘 我的功法就会达到大成境界 到那时 谁也奈何不了小爷我 丁峰走到床边 掀开被子 看到曼娘白皙光滑的身体 不由得心花怒放 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 上前就要解开曼娘的衣衫 就在这时 冷不防曼娘一个要子翻身做起 掏出怀中的银盆 扑得一声 将银盆里面的东西朝丁峰泼去 原来道长交给曼娘的东西 就是石灰粉 丁峰猝不及防 正好被石灰粉泼中眼睛 你想石灰粉进了眼睛 那滋味还能好受吗 丁峰断绝 双眼刺痛难忍 哇哇乱叫 刹那间 道长带领重捕快 哗啦一下冲进来 道长手持龙拳宝剑 手腕翻动 使了一招秋风扫落叶 就听见丁峰挨压一声惨叫 再看他脚踝处血肉模糊 原来道长一见就挑断了这银贼的脚筋 不快一拥而上 终于擒获了这个恶贯满盈 作恶多端的大银贼 丁峰被押往县衙 很快就被判凌迟处死 行刑那天 整个县城都轰动了 前来围观的老百姓 将刑场围了个水泄不通 大伙都想看看 这个恶贯满盈的大银贼 怎样被一刀一刀活寡 丁峰被凌迟处死 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真是大快人心 有那受害者的家属还不解恨 将丁峰身上的肉拿回去喂狗 以解心头之恨 若然在蔡景浩府上调养身体 过了没有多久 身体就康复了 道长请来了自己的师兄 将丁峰插进若然姑娘天柱穴的两根银针 终于拔了出来 若然这才算彻底摆脱了邪术的操控 做回了一个正常人 蔡景浩依然爱恋若然 本想那他为妾 可是若然自觉罪孽深重 没有颜面在蔡府里待下去 执意要出家维尼 蔡景浩苦苦哀求挽留 若然不为所动 铁了心要皈依佛门 蔡景浩无可奈何 只得随他去了 就这样若然到须云安削发维尼 当了尼姑 每天诵经念佛 与清灯相伴 以此弥补自己犯下的罪过 道长见事情已经了结 就要回清云关去了 蔡景浩拿出千两黄金筹谢道长 道长坚持不受 说道 出家人是钱财为方外之物 此番贫道出手相救 乃是出于道义 绝不是为了钱财而来 蔡景浩见道长不肯接受 也不好勉强 就花重金将清云关重新整修一番 重塑今身 清云关经过修缮后 面貌焕然一新 前来烧香祈福的香客络绎不绝 惯例香火鼎盛 经过此番劫难 蔡景浩彻底醒悟了 都怪自己以前太糊涂 随便来个什么人 只要喊一声大哥 一杯黄酒下肚 就相互称兄道弟 殊不知 这些所谓的兄弟好友里面 多是一些不三不四的酒肉朋友 他们都是冲着自己的财富而来 都想从自己身上捞一笔 蔡景浩醒过胃之后 彻底和那帮狐朋狗友绝交了 一门心事放在自己的家庭上 关爱夫人和女儿 精心打理家族的生意 过了两年 待女儿曼娘长大成人 蔡景浩特地赶到京城 在金榜提名的橘子里面 细心为女儿挑选了一位如意郎君 女儿结婚后 小两口举案其眉 嗯嗯爱爱 转过年就生了个大胖小子 蔡景浩兴高采烈地抱上了孙子 乐得何不拢嘴 日子越过越舒坦 得到了高寿 一直活到了九十岁才善终 赫碧县城有一位郑老汉 他和梁老汉是过命的好兄弟 梁家早就结下了娃娃亲 郑老汉将自己的女儿郑文许配给了梁老汉的儿子梁恩宇 有那么句话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这话一点不假 郑老汉原本是个生意人 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 不想前些年郑老汉幸运地买到了一批锦翘货 发了一笔大财 打那之后 生意越做越大 财富越滚越多 郑老汉发家了 开始买房子置地 家里使奴换币 郑老汉摇身一变成为了郑园外 梁老汉那边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梁老汉一辈子是个老实芭蕉的农民 他过世后 儿子梁恩宇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泥瓦匠 哪家要盖房子 修个猪卷什么的 就把梁恩宇请去 完工后赏给他一些工钱 行情不好的时候 有时候十天半月也找不到一份活 那就赚不到一文钱了 都说贤贫爱富 郑元外也不例外 原先家境贫寒时 倒也没有什么 现在自己发家了 就有点瞧不上梁恩宇这个姑爷了 但是毕竟梁家定有婚约 如果撕毁婚约 那是要遭人耻笑的 为了顾全脸面 郑元外只得信守承诺 将女儿郑文嫁到了梁家 郑文在娘嫁时 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养尊处优 生活优渥 现在嫁给了梁恩宇这个穷小子 进屋一看 家里家徒四壁 穷得叮当响 就感到非常不满 怎么都看不上丈夫 嫌弃他窝囊 没有用 不会赚大钱 为此夫妻两人 常常争吵不休 郑文有个远房仪表哥 名叫叶刚 也是个买卖人 因为生意上的往来 常常到郑家走动 这个叶刚 不仅仅长得风流倜傥 而且常年在外面做生意 练就了一副好口才 尤其能说会道 很会哄人开心 郑文回娘嫁的时候 很快被潇洒风流的叶刚所吸引 几番来往后 两人很快就勾搭在了一起 俗话说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郑文为了和叶刚私会 就常常往娘家跑 日子长了 就有一些风言风语 就传到了梁恩宇耳朵里 这天傍晚 梁恩宇干完泥瓦活 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赶回家 进屋一看 厨房里冷锅冷灶 再看郑文还躺在床上睡懒觉 梁恩宇灯时火冒三丈 一把打醒了郑文 骂道 你也太不像话了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做工 你却在家一睡就是一天 懒得连饭都不做 娶你何用 郑文早就看他不顺眼 哪里受得了这份气 茶药骂道 就你挣的几个钱 给老娘 我买身衣服都不够 老娘嫁给你 算是倒了大霉了 还想老娘来服侍你 做梦吧你 就这样 两人大声争吵起来 梁恩宇毕竟嘴笨 吵不过郑文 狠狠甩了他一记耳光 骂道 不守妇道的烂货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做的丑事 还有脸在这里丢人现眼 滚一边去 郑文被打 捂着脸颊羞愤交加 恶狠狠骂道 妈的 你敢打我 你等着 老娘跟你没完 说罢收拾行李 怒气冲冲跑回娘家了 梁恩宇正在气头上 没有阻拦 也没有出门去追 任由他走了 都说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 过了七八天 梁恩宇眼看郑文 还没有回来 就跑到老丈人家 准备把老婆接回来 郑园外一看梁恩宇来了 就问道 贤婿因何而来呀 梁恩宇听罢 略微有些尴尬 他还以为老丈人知道 自己打了他的女儿 老丈人仍然在生他的气 于是回道 月丈 我来接郑文回家 话音刚落 郑园外差那间瞪大了眼睛 什么 你来接郑文 他压根没有回来呀 哎呀 这话一出 梁恩宇顿时震惊不已 郑文明明一个礼拜前 就回娘家了 你怎么说他没有回来呢 郑园外也是毫不示弱 当即发火了 我说 女儿没有回来 就没有回来 难道我还能骗你吗 两人三说两说 就说翻了 当即吵了起来 梁恩宇越想越气 一口气跑到县衙 将老丈人给告下了 告他将女儿藏匿起来了 郑园外岂肯罢休 反而状告梁恩宇 暗地里谋害了自己的女儿 马县令接到诉状 不敢耽搁 连忙分派捕快牙役四处寻找 很快捕快就在红岭的树林里 发现了一具女尸 马县令急忙带领武座前去现场验尸 只见女尸面部被砍得粉碎 难以辨认容貌 双手被衣服捆绑 武座验尸后禀告 女子是被力气砍死 凶器看来像是泥瓦匠用的刮刀 马县令吩咐牙役将女尸抬回县衙 通知郑园外和梁恩宇前来认识 郑园外刚刚走进县衙看到女尸 就扑倒在尸体上面 嚎啕大哭 我可怜的女儿啊 你死得好惨啊 谁这么狠心害死了你啊 马县令叫梁恩宇上前辨认 梁恩宇看了半赏 还是不敢肯定 只是说 女尸身上的衣裳 的确是妻子郑文的衣裳 但是无法辨清容貌 马县令就问郑园外 你女儿身上可有什么标记 郑园外回道 我女儿后颈处有一块胎记 哦 听到这 马县令即刻命令 五座方看女尸的后颈 果然有一块胎记 看到这 马县令心中已然明了 贺问梁恩宇 你究竟如何加害郑文 还不从时招来 梁恩宇吓得魂不附体 连忙说道 冤枉啊 大人 小的绝没有杀人啊 请大人明察 马县令冷笑一声 回道 明察 我早就明察过了 捆绑正纹的衣衫 就是你的衣衫 你看上面 还绣着你的姓氏 说吧 将衣衫扔到梁恩宇面前 梁恩宇吓得瑟瑟发抖 说道 大人 那天妻子 与我争吵后 父亲回了娘家 打那之后 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何来加害她之说 马县令 逼问道 你俩因何争吵 梁恩宇也没有隐瞒 就将那天和老婆吵架的经过 原原本本细说了一遍 马县令听罢 怒不可遏 说道 分明是你怀疑妻子不忠 败坏你的名声 你怀恨在心 故而在她回娘家的路上 杀害了她 是也不是 梁恩宇苦苦哀求 大人 绝无此事啊 请大人明察 小的绝没有杀人啊 马县令早就失去了耐心 再也不想跟她啰嗦了 大喝一声 来啊 大行伺候 看是我的板子硬 还是你的嘴巴硬 牙翼将梁恩宇拖下去 就是一顿胖揍 上了各种刑剧 在那个年月 刑讯逼供是常有的事情 但凡县令想早点结案 嫌犯又不肯招供 这就要上刑剧 打得嫌犯实在扛不住了 就不得不违心招任了 梁恩宇是个普通的泥瓦匠 哪里经受得住这番拷打折磨 几番过堂后 实在挨不下去了 不得不违心招任了 马县令拿到梁恩宇的供词后 立刻写好了卷宗 就送到了府衙 只要批文下来 梁恩宇就要被开刀问斩 按下梁恩宇怎么进监牢不说 单说这年 有一位按查使墨大人到了退休的年纪 告老还乡 回到了老家贺璧 早在墨大人回家前的两个多月 墨家的儿女们就将老宅休气一心 专等父亲回来 可以安安心心养老 墨大人回家后 走进老屋一看 只见老屋被休气一心 明亮整洁 心中非常高兴 就问儿子 这是请谁做的呀 儿子连忙回道 请的是尼瓦将梁恩宇 不过他现在被判了死罪 正关在死牢里面 恐怕命不久已了 墨大人听罢就是一惊 让儿子把梁恩宇的案情 详详细细续说了一遍 墨大人断案多年 富有破案经验 他刚刚听完案情 很快就发现了端倪 如果说是梁恩宇杀害了正文 为什么要大费周章 将他的脸砸烂呢 这分明就是要掩盖死者身份 很明显凶犯不想死者被认出来 想到这 墨大人赶紧修书一封 写给了府衙的推官邱明 这邱明是墨大人的学生 墨大人在书信中告诉邱明 看到梁恩宇的卷宗后 务必要重新调查此案 既然老实发话了 邱明必定要仔细查阅 看过梁恩宇的卷宗后 果然发现案件疑点重重 邱明不敢耽搁 立马来到墨大人家中请教 墨大人说道 凡是个大活人 难免都会说谎 但是死人绝不会撒谎 你要推导此案重审 必须要先从女师下手 仔细查验 找出破案线索 另外 此案的关键 还是在正员外的府上 你需从政府的人员入手 逐一严格审查 将他们在命案发生前后 一个月的踪迹逐一排查 肯定能够找到有用的线索 听完老师指点迷津 邱明信心大增 先去查验了女师 这一查验果然有收获 虽然女师头部遭受戾气砍舵 但是邱明发现 死者的致命伤 却是在后脑勺 是被顿气击打致死 至于是何种顿气 现在还无法确认 大概类似于花瓶之类 接着 邱明来到正员外的府上 将政府所有人员 包括正员外本人 老妈子 伙计丫鬟等等 逐一进行隔离审查 要他们老老实实交代 命案发生前后的行踪 政府的老妈子提供了一条线索 就在命案发生的第二天 府里的丫鬟梅香忽然不见了 正员外说 梅香的家人替他赎了身 给他说了一门亲事 梅香回家探望父母去了 可是据老妈子所知 梅香的父母早就顽固了 家中只有一个堂哥 他怎么会回家探望父母呢 哦 听到这 邱明心中咯噔一下 猛地抽紧了 赶紧马不停蹄 赶往梅香的老家 找到了梅香的堂哥 梅香的堂哥 听说了邱明的来意 就是大吃一惊 梅香从来就没有回来过 更加没有听说 给他说亲一事啊 听到这 邱明心中已然明白了八九分 看来正员外这丝不老实 是在说谎啊 邱明将正员外击补到堂 逼问梅香的下落 正员外一口咬定 梅香的的确确回家了 自己绝没有说谎 邱明找不到更加有力的证据 这件案子一下子就陷入了僵局 无法向前推进了 正当邱明一筹莫展的时候 案件突然迎来了转机 离这贺壁县城数百里之遥 有一座新乡县 新乡县里有一户大财主 人称杨财主 这杨财主家要盖新房 就找到了刘公头 要他招一帮工人为他家盖新房 刘公头很快就招起了工人 大张旗鼓 开始了施工 在这帮工人里面 有一个叫刘兵的小伙子 是刘公头的外甥 说起这个刘兵 是个机灵鬼 人小鬼大 虽有几分调皮 但是心底善良 为人热忱 刘兵去年跟着舅舅 在贺壁县城做工程 恰巧梁恩宇也在施工队里面 刘兵和梁恩宇相处得不错 梁恩宇非常关照这个小兄弟 常常带他回家吃饭 所以他也见过郑文几次 这天刘兵收工后 从工地回来 正走在回宿舍的路上 忽然发现 前面走着一男一女 两人搂搂抱抱 看样子非常亲密 好像一对恩爱的小夫妻 刘兵随意瞟了一眼 这不看不打紧 一看后登时惊讶不已 前面那个女子 不就是梁恩宇的妻子郑文吗 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难道说梁恩宇搬到新乡来了 不可能啊 在看郑文身边的男人 也不是梁恩宇啊 而是一个陌生的男子 要说刘兵这小伙的确有心计 他没有贸然上前打招呼 而是偷偷跟在他们身后 眼见他们走进一家民宅 就偷偷上前在墙上做了个暗号 这才迅速离开 回到宿舍后 刘兵就将今天看到的事情 跟舅舅刘公头说了 刘公头听罢震惊不已 梁恩宇被判死刑入狱的事情 刘兵不晓得 但是刘公头晓得呀 他就问道 你看清楚了 确定那女人是梁恩宇的妻子郑文 刘兵拍着胸脯说道 那还有错吗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就是她 绝对没有错 刘公头还是感觉不放心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容不得有半点差错 第二天 刘公头要刘兵带领 亲自去那座宅子关桥 果然看见郑文和一个陌生男子走出来 两人有说有笑 很是亲密 刘公头心说 好你个恶毒的女人 陷害自己的丈夫坐牢 你却在这里风流快活 绝不能便宜了你 刘公头当即决定要赶到贺壁县城去报案 可是又担心他这一去 万一郑文跑了怎么办 刘兵说道 舅舅 你放心去吧 我自有办法叫他跑不了 原来刘兵养了一条小白蛇 当作宠物 这条白蛇不过七八寸长 本身没有毒性 刘兵极其喜爱 常常待在身边 用西域的狼毒花瓣以肉末喂养他 白蛇从不伤人 但是受到挤压惊吓 就会咬人 如果不小心被白蛇咬伤 就会感觉浑身乏力 腿骨酥软 无法行走 这天刘兵悄悄潜伏在那座宅子的外面 眼见郑文和陌生男子出了院门 走远了 他这才溜进房中 偷偷将白蛇放到了郑文睡的床铺下面 用铺垫小心盖好 在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来 这才迅速离去 秋明正在为破不了案子而发愁 忽然听说 有人来县衙报案 当时喜出望外 连忙将刘公头请了进来 待刘公头叙说完毕 秋明一拍大腿 太好了 你提供的线索太有用了 真是天助我也 看你郑文这次往哪跑 秋明没有兴师动众 只带了五名捕快 装扮成伤人的模样 赶着大车去往新乡 这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万一叫郑文得到消息跑掉了 岂不是前功尽弃 秋明带领捕快 悄悄埋伏在郑文家门口 这天晌午 那个男人刚刚走出家门 秋明一地眼色 捕快熬的一嗓子冲了上去 将他死死前住 大喝一声 别动 秋明带领另外几个捕快冲进房中 只见郑文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 忽然看见几个陌生人 手持利刃闯了进来 郑文吓了一大跳 还以为大白天遇见打劫的了 拼命喊叫 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秋明不慌不忙走上前 亮出自己的观屏 贺道 郑文 你给我老实点 我们是贺必献牙的 跟我们走一趟吧 在看郑文和那个男子 刹那间垂下了头 冷汗顺着脖梗往下流淌 将郑文和男子 押回贺壁县衙后 秋明立即升堂审案 秋明点指那个男人 问道 你是何人 报上名来 男子战战兢兢回道 小的名叫叶刚 哦 你就是叶刚 秋明听吧 故意拉长声调说道 你是现在交代理 还是要尝尝 刑具的味道在交代 叶刚听吧 吓得脸色煞白 赶紧匍匐贵道 说道 大人饶命 小的现在就交代 现在就交代 他这才道出了实情 原来那天 郑文和梁恩宇争吵过后 没有回娘家 而是去了叶刚家里 叶刚为了和郑文私会方便 就在城里租了一套房子 常常在这里和他优惠 叶刚见郑文来了 自然是高兴不已 两人夜夜欢愉 忘乎所以 可是没过多久 梁恩宇就到衙门把郑园外告下了 郑文得到消息 不禁担忧起来 官府要是追查起来 万一找到这里 岂不坏了大事 再说自己也不能天天躲在屋里不出门啊 趁着夜色 郑文和叶刚偷偷前回了娘家 就找郑元外商量对策 郑元外早就不满意梁恩宇这个穷女婿了 而对叶刚欣赏有加 就有意撮合他俩在一起 如果郑文和叶刚结亲 郑文不仅仅可以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 自己做生意还可以得到叶刚的帮助 岂不是一举两得 郑当己人在房中密谋对策的时候 忽然被丫鬟梅香发现了 郑文说 坏了 万一梅香将这事捅出去 大家都得玩玩 郑元外说 不用怕 我自有办法 原来郑元外发现 梅香和郑文的身材体型差不多 而且脖梗后面都有一块胎记 于是他就想出了一条毒计 这天夜里 郑元外假意来找梅香 说有事相伤 趁着梅香没有在意 郑元外猛然操起桌上的铜花瓶 狠狠砸向梅香的后脑勺 可怜梅香就这样 惨死在郑元外手中 郑元外赶紧叫郑文 将身上的衣服和梅香的衣服进行兑换 然后用刮刀将梅香的脸砍得血肉模糊 无法辨认 郑文赌气回娘家那天 怒气冲冲地收拾行李 意识大意 错将梁恩宇的一件衣服装进了包袱里面 这会儿派上用场了 郑元外就用梁恩宇的衣服捆绑梅香的尸体 继而将梅香的尸体扔到树林里面 这里是郑文回娘家的必经之路 以此嫁祸给梁恩宇 叶刚则带着郑文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新乡县 他们到了新乡 彻底放飞了自我 以为到了这里 谁也不认识他们 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于是成天初双入对 俨然一对恩爱的夫妻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哪晓得就在他们逛街的时候 不巧被梁恩宇的好朋友刘冰发现了 这真是是应了那句话 因果报应 自有轮回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时候一到 必有报应 听完叶刚说完案情 围观的老百姓无不群情激愤 郑元外这对妇女推不是东西了 贤嫔爱妇不说 还滥杀无辜 嫁祸给女婿 真是畜生不如 邱明当堂宣判 郑元外 郑文 叶刚斩立绝 将他们打入死牢 回到府衙 邱明向朝廷上书 狠狠参了马县令一本 参他滥用职权胡乱作为 朝廷很快降旨 将马县令贬折为庶人 永不录用 梁恩宇无罪释放后 向救命恩人 邱明 刘公头 刘兵 莫大人 一一败谢 如果没有大家的鼎力协助 自己早就冤死在刀下了 刘公头将梁恩宇招到了自己麾下 跟着自己一起走南闯北做工程 郑乔赶上了市场行情大好 工程一个接一个 忙得做不完 梁恩宇就此也赚了不少钱 渐渐有了一些积蓄 刘公头还把自己的侄女介绍给了梁恩宇 小两口结婚后恩恩爱爱 相处得非常和睦 转过年 媳妇就给梁恩宇生了个漂亮的闺女 一家三口的日子是越过越红火 要说最得福的还是莫大人 他一直没有忘记为老百姓排忧解难 老百姓但凡在打官司的时候 遇到什么难事 受到了哪些不公正的对待 都来找莫大人帮忙 莫大人总是竭尽所能 为老百姓给予帮助 所以老百姓非常感激 这位古道热肠的好官员 莫大人一生清清白白 坦坦荡荡 一直活到了九十九岁 无疾而终 谢谢大家